鬼藏人第382集 那黑暗中的影子也渐渐清晰起来 看起来像是一个穿着古代盔甲的武士 在那横眉冷对着看到我 小龙在旁边也看到不对 在那嗷嗷叫了起来 虽然我们离得很近 但是他却就是找不到我 急得在旁边直哼哼 我怕他一激动会从桥上跳下去 赶紧冲出去找他 小龙还真以为我跳下去了 正巴着瞧面把脑袋叹下去 朝着下边急叫着 看样子还真想要跳下去 我赶紧叫住他 他看到了我才松了一口气 朝着我迅速的跑了过来 一下子扑到了我怀里 差点给我扑倒在地上 大舌头朝我脸上没头没脑的舔着 好容易才推开了这条小狗一样的小龙 我才直起身来 回过头看看 身后的雾气已经全部消失了 周围清清楚楚的 像是从来没有过一样 小龙也朝着我身后看着 给我比划着 意思是刚才一转头 我就消失了 把他给吓死了 我有些好奇 难道刚才那些浓厚的白雾 他都没看到吗 我手舞足蹈的跟他比划了半天 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听明白了 反正他扭动着圆骨骨的肚子 脑袋摇得像一个波浪骨 看起来确实是没看到 我也觉得有些奇怪 刚刚那些浓雾那么浓烈 几乎像是一堵移动的墙 为何我刚刚从浓雾里出来 没一会儿 那雾气就消散得干干净净 连一点都看不到了 试着退回去了几步 发现那雾气诡异的 果然又一次出现了 更古怪的是 几乎是同时 小龙就发出了惊慌的叫声 像是突然看不到我 我几步从雾里走出来 小龙才镇定下来 但是也对我刚才的突然消失 大为好奇 我试着拉住他 往后退了几步 发现雾气很快包裹住了我们两个 并且随着我们的后退 那雾气再逐渐的增加 越来越厚 在我们周围 笼罩成了一座白雾之城 小龙看着周围突然出现的雾气 显得非常的担忧 并没有像以前那么活泼 而是非常警惕的摆出了攻击姿势 尾巴挺直 脑袋高昂 浑身的鳞片都张开了 咔嚓咔嚓的响 随着他的目光看过去 就发现在白雾之中 那一个黑影越来越清晰 并且身体开始慢慢的晃动 就像是一个人被冻僵了 开始慢慢的活动身体 做一些热身运动 小龙越来越紧张了 他喉咙里开始发出了一阵低沉的吼叫声 声音虽然很低 却很有威慑感 仿佛遭遇了一个非常强大的敌人 我也开始怀疑 这些突然出现的迷雾之中 怎么会有人影 而且这人影还是越来越实体化 莫非到了最后 他真的会变成一个真正的人吗 我有些担心 这东西越来越古怪了 什么东西都显得非常邪恶 而且这地方 是仿照传说中最恐怖的阿比地狱建造的 如果说他真的达到了阿比地狱那种境界 是不是说会召唤出来地狱中的恶鬼呢 这么想了想 我越来越担心 开始拉着小龙转身往后跑 却没想到 随着我们不断的后退 那些雾气越来越厚 后来简直堆成了一堆厚厚的雾墙 横在我们的身边 就像是在我们的身边 出现了一座巨大的宫殿一样 在那宫殿之内 到处弥漫着雾气 雾气里黑影绰绰 看起来像是有许多人影在那走动 有的人影很模糊 有的人影比较清晰 能看出来他们手中 拿着钢叉长刀等等 但是却看不清楚到底是什么 我有些怀疑 那些白雾构建的真的是传说中的地狱 那模糊的黑影就是地狱中放逐的恶鬼 而那些较清晰的人影 则是看管地狱的牛头马面 以及一些狱卒等等 只不过 这些雾气构建的地狱是如此的清晰 看起来像是真的一样 最可怕的是 我最开始看到的那个人影 一直在不停的实体化 它并没有像其他黑影一样 老老实实的呆在浓雾之中 而是不断的朝着我们这里走了过来 像是看到了我们一样 在这个时候 他的样子已经很清晰了 他个子又高又大 差不多有十几米那么高 全身都覆盖着一层古代的盔甲 脸上戴着一个金黄色的面罩 头上戴着一个有两只鸡脚的头盔 手持一根巨大的三叉戟 看起来非常的恐怖 这个古怪的巨人 看起来好像和其他的黑影不一样 他好像是一个有意识的人 那个人开始还在僵硬地活动身体 后来身体越来越灵活 已经开始举起了那只巨大的三叉戟 并且迈开步子 朝着我们走了过来 不知道为什么 我始终觉得 这个巨人像是在哪里见到过 但是究竟在哪见的 我却怎么也记不清 不过小龙却是始终对他非常警惕 无论是在后退还是停下 都在不停地朝他咆哮 像是认出来他是一个危险的敌人 这时候 我们几乎走到了绝路 在这个诡异的石桥上 我们竟然看到了犹如地狱再现一般的恐怖场景 尤其面临着一个巨人的物质化 随时可能会对我们发起攻击 这几乎要让我们绝望了 想了想 我们不能坐以待毙 我在全身上下搜了搜 发现只有一把瑞士军刀 我掏出军刀 朝着那个巨人狠狠地砸了过去 我的运气不错 军刀划过一条标准的抛物线 飞到了那个大怪物的身上 我的眼睛一眨不眨 生怕错过军刀和怪物接触的一瞬间 更希望那军刀可以顺利穿透 那个巨人就像是穿过一片漆冷的白雾一样 这就说明那巨人只是一团雾气 并没有什么危险 但是 我的希望落空了 那军刀在接触巨人的一刹那 发出了清晰的金属碰撞的响声 接着狠狠扎到了那巨人的身上 也许是那个巨人现在还没有彻底的物质吧 身上的盔甲还没那么结实 所以军刀一下子刺穿了军人身上的盔甲 狠狠扎到了他的身体里 疼得他咆哮起来 接着双手举起了三叉戟 就要朝我们狠狠地刺过来 看着这个熟悉的动作 我终于明白了自己究竟是在哪里见到过他 是在南海龙窟 在那里 黑衣人用数百艘小船组成了一个诡异的海阵 并集合了所有的船只 从水下拉出来一个巨型怪人 那人就是手持三叉戟 在海中差点杀掉小龙的保护者 后来是白衣人来了之后才打败他 难怪小龙一开始就对他显示出了所有的敌意 看来他一开始就认出了他的身份 现在 我们两个被困在石桥上 手无寸铁 面对着这样一个凶神恶煞的怪物 又该怎么办呢 对于我刚才用军刀试探性的一击 那巨人显然非常的恼火 开始努力的挣扎 费劲的调整了身体 很显然 他现在的身体还在慢慢的恢复当中 或者说还在努力的物质化 要做什么动作 显然非常的费劲 但是他确实在拼尽一切力量 想要给我们致命一击 那足足有十几米高的巨人 发起怒来 威势就像排山倒海一样 非常的震撼 虽然他看起来只是一个类似影子的东西 但是那姿势从我们这里看起来 也像是在看一个震撼的美国大片一样 经过他的再三努力 他终于把那把三叉戟举了起来 并朝着我们这边挪了过来 但是那三叉戟的影子实在是太大了 几乎刚一离手就越来越大 最后消失的无影无踪 几乎在一瞬间 我感觉到一股强大的气流 仿佛一阵狂风一般 朝着我们扑面吹了过来 那风又冷又硬 刺在我脸上生疼 让我蹬蹬蹬连吹几步 小龙也被风吹了一个跟头 他在地上打了几个滚 然后迅速跳了起来 死死的抱住我的腿 好在那风也就吹了一下 很快就停了下来 小龙也松了一口气 像人一样 用爪子不住的抚摸着胸口 像是刚才吓得要死 现在自己给自己压压惊 回头再看看那巨人 他手上已经没有了三叉戟 影子也更加淡薄了一些 看来刚才那一击 虽然没有成功 却也耗费了他不少能量 还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不过我也非常害怕 虽然之前也想过 这个巨人恐怕并不是影子那么简单 也许是可以物质化的 没想到他手中那把三叉戟 竟然真的可以物质化 刚才也就是他能量不够 要是再等个一时半会儿 我估计那三叉戟真的会变成一个实实在在的金刚三叉戟 那我和小龙刚才恐怕就性命难保了 也难怪小龙刚才一股劫后余生的样子 那巨人一击未中 更加恼火 开始冲着我们大声的咆哮 雷凶顿足 一副不弄死我们 恃不罢休的样子 我和小龙哪还敢在这多待 我拉着他就往后跑 不管跑到哪里 反正不能在这里坐以待毙 不过我们越跑 那雾气就越浓重 那雾气里原来淡泊的影子也渐渐真实起来 那些影子非常古怪 有带着脚镣枷锁的人 还有一些模样古怪的怪物 甚至还有一些直立游动的大蛇 人形鸡头的古怪生物 又过了一会儿 他们身边的建筑物也渐渐的清晰起来 有沸腾着铁水的火盒 钢铁胶筑的城墙 有各种恐怖的刑剧 到处都是死人 夜叉用叉子插住人 抛向一个个火盒刑剧 虽然听不到声音 但是看着那扭曲的人体 以及他们惊恐的姿态 也能感受到这种痛苦 看起来真像是地狱的缩影 小龙这个时候也有些害怕了 他低着头 老老实实的跟在我的身后 像一只小狗一样 偶尔抬头看看天空 又很快低下头去 仿佛对上面的一切 非常恐惧 我突然有些惊慌 小龙对这些东西非常的敏感 像是刚才对那个巨人 他虽然很害怕 但是还是敢对着他咆哮 摆出了攻击战斗的姿势 可是他现在对这个地狱缩影 竟然坑都不敢坑一声 难道说这个地狱缩影并不是影子 也是一个真实的世界 难道说这个南海鬼哭并不是模仿地狱而建的 他其实就是一个地狱 浓雾越来越厚 那雾气中的情景也越来越清晰 黑色的高大城墙 诡异的铁树 还有城里古怪的生物 都看起来那么真实 也更加可怕 石桥之下雾气缭绕 已经看不出冰河和火河 不过下面依旧投射出诡异的红光 红光笼罩在天空的地狱之城上 增加了一股猙獰的魔幻色彩 更让我担心的 是那个地狱深处走出来的巨人 这会儿他不知道藏在了哪里 一直没有露面 不过我知道 他一定在哪一个地方死死地盯着我们 随时都会发动致命一击 在南海龙窟的时候 斗逼逢说过 那个巨人是阿比地狱中的罗刹鬼 牛头人身 我还不信 现在看看 别说罗刹鬼了 恐怕连阴曹地府都出来了 还有啥不信呢 不过 如果说他是罗刹鬼的话 按照当时那个黑衣人的说法 他是被黑衣人从地狱中放出去的 为何又出现在了这儿呢 难道说那个白衣人离开之后 那些黑衣人又把他重新封到了地狱里吗 绞尽脑汁回忆着当年黑衣人和白衣人的对话 他们好像在提到罗刹鬼的时候 黑衣人威胁着说 这个罗刹鬼当然杀不掉白衣人 但是他出来的地方还有一个大人物 这个大人物是可以杀掉白衣人的 而且那个大人物 好像就是被白衣人他们给关押起来的 结合着他们的话 我再看看那些白雾形成的地狱 不由的冒出了一个想法 传说中的阿比地狱 是关押最穷凶极恶的恶鬼 那么白衣人他们会不会把那个怪物关押在了这里 如果这么说的话 等到白雾真的将地狱的一切给物质化了 那个地狱中的终极怪物会不会出现呢 按照那个黑衣人说的 他们好像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已经可以把那个大人物给放出来了 如果他出来 那将是最恐怖的存在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我总认为 这些白雾好像跟我有一些关系 那么他们会不会因为我的缘故 才真正显露在世间呢 我又需要做什么 才能阻止掉这一切呢 我心机如焚 却又没有任何办法 只有在那座该死的石桥上 眼睁睁地看着那些迷雾越堆越厚 形成一个个逼真的场景 或者加护一个个场景 变得越来越真实 小龙也有些害怕 他面对这一切 明显有些不知所措 开始依偎在我怀里 我抱着他 麻木地往前走 这时候 小龙突然大叫了一声 身子一正跳在地上 身上的鳞片一下子全张开了 面对着浓雾发出呜呜的震慑声 几乎在同时 那浓雾处露出了一个巨大的猙獰的牛头 那牛头足足有水缸那么大 头上盘着两条牛角 一双血红色的眼睛 死死地盯着我们 在他的面前 我和小龙就像是两只蚂蚁 根本是微不足道的 但是小龙还是毅然站在了我的前方 拼尽全力保护着我 我的眼睛瞬间红了 想着我这辈子也够窝囊的 从前就会拖累瞎子 拖累小舅 现在谁都没了 就开始拖累小龙了 我一下子拽住小龙 硬是把他拖到我的身后 然后把身上的衣服脱掉 全都冲着那罗刹鬼狠狠地扔过去 大声诅咒着他 那罗刹鬼现在几乎已经完全实体化了 衣服砸在他身上毫无用处 只是在他身上慢慢滑下来 他也不恼火 只是在那意味深长地看着我 像是在看什么有趣的人 接着他开始伸出了一只手 像随便捏死一只虫子一样 冲着我就捏了过来 他那随意的动作 在我和小龙看来 却像是一座小山直直地压了过来 根本无法躲避 但是也要垂死挣扎 拼命地往前走 鬼藏人 第三百八十三集 面对着致命一击 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徒劳的 那剧长带着一阵大风 朝着我头顶狠狠地拍了过来 我心里一阵悲伤 脚下一个亮枪 就摔倒在了地上 就在我已经紧紧地闭上眼睛 准备好迎接死亡的时候 在我身后突然传来咔哒咔哒一阵暴虐的枪声 接着就听见那罗刹鬼哀嚎一声收回了自己的手掌 还没弄清楚是怎么回事 我就被一个人迅速地拉起来背在了身上 迅速朝前跑去 接着 我的身后又持续传来枪声 甚至还有雷管的剧烈爆炸声 那个人猫着腰在雾气中穿梭着 很快带我远离了战场 才把我放下 我转过头来一看 那人却是白朗 白朗还是用那种似笑非笑的眼神看着我 最终却叹了口气说 小七爷 这回 你可把我们给害惨了 我没想到这次救我的人竟然是他 张开嘴就问 小舅呢 他点点头 还不错 知道先问东家 你小舅算是没白疼你 接着他点着了一根烟 又递给了我一支 你小舅在那边呢 放心吧 他没事 我这才松了一口气问他 对了 你们怎么来这里了 哼 我们怎么来这儿了 还不是因为你啊 我以为他的意思是救我 也有些不好意思 就问他 他们怎么知道我到了这儿 白朗挑了挑眉毛说 是你小舅说的 啊 他又怎么知道的呀 白朗有些感慨的说 他第一次去杀龙岭的时候 就知道你最后会来这里 不过 那么多年来 他一直 在阻止你来这里 不过呢 看吧 最后你还是来到了这里 哎 天命不可为吧 听着他的话 我觉得有些奇怪 平时的白朗 是一个很严肃 话很少的人 不知道他这次 为什么那么多话 他拼命的抽着烟 估计是吸的太急 呛了一口烟 呛得他弯下腰来 剧烈的咳嗽 他咳嗽的太厉害了 我忍不住伸手 给他锤了锤背 却发现他背上黏糊糊的 掀开衣服一看 里边全都是血 我吓了一跳 问他这是怎么受的伤 严不严重 当时就要脱下衣服 来给他包扎 却发现自己身上光溜溜的 刚才都在暴怒中脱掉了 砸向了罗刹鬼 这下子连包扎都没办法包扎了 他却无所谓 坚持不让我包扎 没事 刚才被石头撩了一下 小毛病 娘的 真是老了 手脚都不利索了 想当年老子在蒙古边境杀狼 那真是 他摆了摆手 喘气喘的厉害 不得不靠在了旁边 虚弱的手 不说了 不说了 小七 你自己先去跟你小酒会合 我在这儿 抽完这根烟就走 我的眼泪止不住流了下来 白朗分明是在救我的时候受的伤 估计就是在背我的时候 后背被那怪物狠狠抓了一下 估计是很重 不然他也不会支开我 让我一个人先回去了 我说什么都不同意 留他自己在这儿 他实在是拗不过我 只好说 就我这身板 要是背着他 肯定两个人在半道上 就被那怪物一巴掌给扇飞了 我要是真想救他 就赶紧先回去 让小酒派两个伙计过来 给他背走 他说的也有道理 我也担心小龙 就让他先坚持一会儿 努力的辨认着方向 自己小心翼翼的 顺着石桥爬了过去 小酒那边 明显和怪物交上了活 子弹像是不花钱一样 拼命朝着那怪物倾泻 一时间枪声如雷 火光冲天 不时传来一声声的惨叫声 也不知道是怪物的 还是人的 借着子弹打出来的火光 我猫着腰 迅速朝着白朗背我的地方 跑了过去 没跑多远 就看见小龙像一只小狗一样 趴在地上 两只耳朵顶在头顶上 一会儿朝这边弯一下 一会儿朝那边弯一下 明显是被枪炮声给吓晕了 我低声呼唤着他 他猛然回过头来看到我 顿时什么也不怕了 嗖的一声 就朝我跑了过来 一头扎到了我怀里 安慰了他几句 我不敢再耽搁 让他跟在我身后 然后小心翼翼的顺着开枪的地方悄悄的摸了过去 小舅他们的炮火很猛烈 猛烈的有些不可思议 按说那罗刹鬼再强 他再凶猛 也不可能到枪不入吧 可是这样猛烈的炮火 都有点像是军队在向某一个阵地冲锋 当时也来不及多想 我一溜小跑 跑到了跟前 那枪弹纷飞 我不敢再跑 只好趴在地上小心的爬过去 就觉得脑袋上嗖嗖的冒凉气 蛋片在我身边呼啸着 到处弥漫着浓烈的硝烟味 我一边爬 一边小声的呼唤着小舅 不知道他躲在了什么地方 小龙也是紧张的要命 跟在我屁股后边 一点也不敢乱跑 不过到了最后 他的好奇心显然胜过了恐惧 开始抬着脑袋 追着那弹药看 像是在看烟花一样 还不时的咧着嘴傻笑 又在那边呼唤了一会儿 我猛然被一个人拽住了 接着迅速把我拖到了一旁 我吓了一跳 小龙也咆哮着要展开战斗 那人却朝外放了一枪 清楚的说了一句 小七 是我 这个人是小舅 我一下子兴奋了 一咕噜爬了起来 赶紧说 小舅 白狼 他受伤了 在那边躺着呢 小舅点了点头 回过头低声吩咐了几句 立刻就有两个伙计出来 猫着腰朝着那边赶了过去 小龙歪着头看着小舅 似乎在判断他到底是敌是友 我拍拍他的脑袋 他就老实了 舒舒服服的趴在了地上 我才松了一口气 有好多话想问他 张开嘴却说 小舅 你们在打怪物呢 小舅看了我一眼 估计觉得我这个问题太傻 不愿意回答 我赶紧解释 那个怪物打了那么久 还没打死啊 小舅却说 那个怪物早就打跑了 啊 那你们还在打什么呀 攻城 攻城 我有些不明白 抬头看了看 小舅他们都瞄准着天上 不断的往上轰击着 那天上空荡荡的 只有浓厚的云才组成的地狱 他们到底是在攻打什么呢 看了又看我猛然愣住了 结结巴巴的说 小舅 你们 你们是在攻打天上这座城吗 对 我更加吃惊了 那 那天上那座城是真的存在吗 那不是影子吗 小舅忍不住笑了 那个怪物都是真的 这座城 当然也是真的 可是 可是这座城 不是雾气形成的吗 他 他怎么就成了真的了 小舅摇了摇头说 他们 并不是雾气形成的 他们其实一直都存在 只不过 在他们周围笼罩了好多的雾气 所以 大家都看不见他们 现在雾气慢慢的散开 就露出了他们本来的样子 我还是有些不明白 那 那 那为什么开始的时候雾气没散 到这时候雾气才散了呢 这时候旁边一个人淡淡的说 苦海无边 回头是爱 你回头了 这雾气 当然就散了 回头一看 说话的人是谭老 我的身体立刻绷进了 这谭老刚才还一心想置我于死地 怎么这时候又跟小舅混在一起了 谭老看出我的心思 解释说 放心吧 我已经和你小舅 解释好了 不管其他的 先打下来这座罗刹城再说 我这才放下心了 就问他 谭老 你刚才说 我回头了 这城就出来了 这是什么意思呀 我不是说了吗 苦海无边 回头是爱 你既然 愿意回头 那罗刹城 自然也就显露出来了 我还是不明白 这个和我回头不回头 有什么关系呀 你在这座石桥上 走了多远 走到头了吗 我摇了摇头 没有 这是苦海 你又如何能走到头啊 你看那石桥两边 都是什么 一边是冰 一边是火呗 谭老摇了摇头 那是明和利 世人追逐明利 其实却不知道 明是烈火 利是寒冰 都是能把人害死的东西 谭老的话 我能听明白 其实就是佛教中的打击风 处处有着暗示 但是我还是不明白 他说的这些石桥 名利 又和我 和这些农物 有什么关系呢 你若是一直往前走 那这座罗刹城 就永远都不会出现 一直隐藏在农物里 如果你回过头了 那笼罩在罗刹城里的雾气 就会逐渐的散开 那罗刹城才会真正的陷露出来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才愿意相信你小舅 最后给你一次机会 谭老说的话 让我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甚至有些信口开河了 我一个普通人 就从这桥上走了一下 哪有那么多的说法 难道说 这罗刹城还跟我有关系吗 没想到 小舅却说了一句话 这句话把我吓了一跳 根本就不敢相信 他说 这座罗刹城 当然和你有关系 有什么关系啊 谭老在后边 淡淡的说了一句 因为这座城 就是你修建的 这座城 就是我修建的 我先是愣了一下 接着开始捧腹大笑 没想到小舅 他们为了活跃气氛 竟然开了这么一个玩笑 但是他们两个人 却没有笑 甚至没看我一眼 只顾着 朝着那罗刹城 继续开火 从我这个角度 也能看出来 这座罗刹城 还真的不是像 我以前想的那样 是漂浮在天空中的迷雾 它是修建在 一座黑色的大山里 大山很高 山上云雾缭绕 宫殿时隐时现 人影恍惚隐隐约约 从远处看去 就像是修建在天上的天宫一样 经过小舅他们持续的攻击 那城墙已经被轰开了一个口子 大家都在集中炮火 朝着那口子持续轰炸 想给他继继续扩大 看来那城墙还真不是钢铁胶筑的 估计只是在城墙上刷了一层类似于柏油一样的东西 看起来比较结实而已 这时候有人低声咒骂了一声 让大家让开路 然后远远的抛过去一捆雷管 那人天生神力 硬生生把一捆雷管扔到了城墙里 我还伸着脖子看 小舅一把拉住我 硬给我套上了一个棉帽子 接着用棉帽子的耳朵捂住了我的耳朵 我还没弄清楚怎么个情况 就听见轰的一声巨响 虽然小舅捂住了我的耳朵 我还是觉得像是谁在我耳边大声喊了一下 整个耳朵都被震得嗡嗡响 肯定是耳鸣了 再低头看看小龙 他也被那声巨响给震得七昏八素的 张着嘴抄我叫着 但是只能看见他的嘴巴在动 根本听不到他的任何声音 小舅这个时候却给我做了一个手势 示意我跟着他往前走 接着他抄起一把枪来 就开始迅速的往前走去 我赶紧跟上他 抬起头看看 就发现那城墙终于给炸开了一个大口子 看来应该是刚才那会儿雷管的作用 看着往前跑的人群 我不由的打了个寒净 他们难道是想进入这座地狱之城吗 鬼藏人 第三百八十四集 我猜的没错 小舅他们就是想进去那座罗刹之城 不光是他 小舅 谭老他们带来的伙计也都一个个兴高采烈的 有的倒空了背包 有的开始擦枪磨刀 准备大干一场 这时候 小舅派去寻找白朗的两个人回来了 不过并没有把白朗给带回来 我赶紧叫住他们 问他们人呢 他们解释说 找到了我说的地方 发现地上有一滩血迹 血迹滴滴答答的一直往前延伸 他们顺着血迹找了一会儿 看见血迹顺着罗刹之城的方向去了 他们不敢再跟着过去 就赶紧回来汇报了 我挥了挥手 让他们去找小舅 心里也有些焦急 白朗刚才明明伤的挺重的 怎么能一个人去了罗刹城呢 难道说是什么怪物拖着他去的吗 这个时候 小舅已经抢先率队前往了罗刹城 我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问了问其他人 周围的人却根本不认识白朗 一个个在那喝着酒吹着牛 异常的兴奋 我好不容易才找到几个熟悉的伙计 问他们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罗刹城到底是什么地方 那几个伙计也喝得醉醺醺的 舌头都大了 眯着眼看了半天 才认出来我 小气啊 咱们这次 可算是发大财了 真的 发大了 我拽着他的衣领使劲摇晃了几下 让他清醒清醒 发什么大财了 你小子给我仔细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们怎么不去打猎 怎么跑到这南海来了 嘿嘿嘿 行 小气啊 我 我们这也是 也是狩猎 不过 这次狩猎的呀 不 不是动物 是宝贝 不对 应该说是宝藏 就跟那个 那个啥电影 古墓丽影一样 咱们也发财了 他一身酒气 说起来叙叙叨叨的 酒气喷了我一脸 气得我恨不得揍他一顿 在那陪他说了半天 我才终于弄明白了他的意思 原来 这么多年来 小舅一直在各地搜集各种猎人 然后养在猎场里 平时基本上啥都不干 就是每年出去几次 陪着他去中国各地狩猎 小舅这么做 并不仅仅是因为热爱狩猎 而是因为他身后的老板 那个香港人 那个香港人手里有一份地图 地图标注了一些隐秘的地点 小舅每次就按照那份地图 带着猎人们前去狩猎 那些地点 全都像是阴山狼城一样 非常的古怪和神秘 充满了各种神秘的野兽 以及诡异的设置 奇怪的是 在每一个狩猎的地点 都会留下一些比较神秘的东西 有时候 是一卷神秘的地图 有时候 是类似大蛇牙一类的信物 这些东西 都被小舅 交给了那个香港老板 作为报酬 那个香港老板 才攻击他所有猎场的开支 以及给猎人们很高的待遇 这些猎人 进入猎场的时候 都牵了生死期 如果在打猎的时候受了伤 甚至是死亡 猎场都会支付一大笔酬劳 给猎人家属 所以他们一个个都不怕死 不管去什么诡异的地方 都愿意冲锋陷阵 以报答小舅的知遇之恩 在经过了阴山郎城 藏北英坟 蓝仓蛇窟之后 小舅那些信物 已经搜集的差不多了 现在只差南海这一个地方了 所以小舅承诺给大家 只要做完这最后一票 就会给大家发前三费 大家从此 就可以恢复自由了 而且按照小舅的说法 这最后一个地方虽然危险 但是里面却有很多宝贝 只要我们能够进入罗刹城 就能看见 那儿的佛像都是用黄金胶筑的 铁树上镶嵌着各种 瑰丽的宝石叶明珠 甚至还有用整块羊纸玉 雕成的宝贝 我们只要杀进罗刹城 那里边的东西都可以随便拿 谁抢到的是谁的 听他这么一说 我觉得有些奇怪 就问他 要是这么说的话 你还等什么呢 还不赶紧进去抢宝贝钱 那人咧开嘴笑了说 嘿嘿 小七啊 你可别逗我了 这时候进去 那小命还能留住吗 我问他 那又是为啥呢 那人咧嘴笑了 东家说了 这罗刹城 就是佛教里说的阿比地狱 里边全都是恶鬼 只要一撞上去 那马上就玩完了 有再多宝贝 也拿不到啊 那怎么办 那就不上去了 嘿嘿嘿 费了那么大的劲 全国都走遍了 林老的能不进去吗 死都得进去啊 你小舅他们先带人过去了 破除一些机关啥呢 等那些孤会野鬼被灭了 就会发信号 那时候啊 咱们就过去 听他这么一说 我也不急了 索性坐下来 跟他一起等着 大家都在忙着 清空背包里的食物 饮料 等着进入罗刹城 好装宝贝 地上到处散落着罐头 压缩饼干 火腿 还有各种牌子的啤酒 大家清空了行李 把防潮垫铺在地下 点着了篝火 在那儿三三两两的聊天 来这儿这么久 基本上没吃过 什么像样的东西 肚子早就饿得 咕咕直叫了 趁着这个当 我赶紧招呼小龙过来 开了几个牛肉猪肉罐头 倒在一个铁碗里 给他让他自己吃 我先狼吞虎咽了一个罐头 又打开一瓶啤酒 咕咚咕咚的灌了下去 冷冽的啤酒一下肚 浑身打了一个机灵 整个人都清爽了起来 这啤酒的主人呢 特别有才 他把啤酒包在衣服里 然后把衣服用散绳 掉到了冰河上 所以创造出了味道 齐家的冰镇啤酒 小龙很爱吃猪肉蛋卷的罐头 吃得高兴的 哼唧哼唧的 吃完了一罐 又眼巴巴的看着我 让我又给他开了几罐 这时候看见我在那 有滋有味的喝啤酒 又缠着我要喝 我只好给他倒了一碗 他大眼睛咕噜咕噜 转了转 一口就把一碗酒喝得干干净净的 接着脸色猛然变了 想吐又吐不出来 两只爪子抓着嘴巴 楚楚可怜的看着我 让我忍不住 哈哈大笑 旁边那个伙计 看着小龙也好玩 伸手拍了拍他脑袋 小龙一脸嫌弃的看着他 然后用脑袋在我身上使劲的蹭了蹭 躲在了我身边 那伙计哑然失笑 醉醺醺的问我 这小龙到底是什么物种 怎么看起来像是猴子和穿山甲的结合体 这个我就没法说了 只好随便扯了几句闲话 搪塞了过去 他的弹性正浓呢 又跟我扯开了 说小龙这种样子的怪物 他在一个山洞里见过 那是在昆仑山 他们还在那边找到了一个胶片 后来东家给他们放过 用那种老式的播放机放 他们当时去的时候 里边像是一个大洞穴 最里边有一个大怪物 就有点像小龙 他这么一说 我顿时来了兴趣 问他是在什么地方看到的 那怪物有多大 跟小龙很像吗 他想了想说 那是很多年前的事 他们和小舅去了昆仑山下的一个地方 昆仑山那地方可邪乎了 到处都是奇怪的动物 虫子 动物就不用说了 什么奇形怪状的都有 脑袋被枪打烂了 还能跑出去好一阵 不光是动物 连那边的虫子都很邪乎 连蚂蚁都能长得和麻雀那么大 十几只就能要人命 当时他们顺着地图 找到了一个被寒冰封住的洞穴 用冰铲挖开洞穴的时候 就出了一大堆大蚂蚁 用铲子拍都拍不死 又不能用枪 怕引起血崩 把大家都给埋在血里 后来还是东家有办法 让我们提前带了一个火焰 喷射器在洞口守着 不管是啥玩意儿 通通给他一把火烧成灰了 我们才进去 进去之后 发现那是一个巨大的洞穴 到处都是巨大的骨骼 啥牛羊骨头之类的 还有不少人的骷髅头呢 走到这个山洞尽头啊 就看到了一个巨大的身影 把我们都给吓死了 后来把火把点着 照了照 才看见是一个死去很久的巨兽 那巨兽很明显 已经死了很久了 身上的皮肉都凹陷下去了 不过也许是因为昆仑山这边 又干又冷 所以并没有腐烂 他回头看了一眼小龙说 那个大怪物啊 看着就跟他差不多呀 不过比他要大的多 差不多有一座楼房那么高 我们后来啊 在那边找到一盘录像带 东家给拿回去了 后来回到北京 东家把录像带放出来了 就看见那带子像是一个录像 有一群人啊 穿的像是军装 看起来像是当兵的 他们进了山洞里 然后从山洞里 抱走了几个很大的白色圆溜溜的东西 也不知道是啥 然后就走了 听他这么一说 我一下子站了起来 他说的那个白色的圆溜溜的东西 很明显就是龙蛋 难不成那个南海龙窟里的龙蛋 就是军装派给放过去的吗 他们的用意又是什么呢 我再三问他 那个录像带里 有没有关于龙蛋的走向 他肯定的说 没有 因为那个录像带 就是在那个山洞里拍摄的 里边关于龙蛋的内容 就仅仅是把它放进密码箱里 其他的都没有 我点了点头 他说的倒也是实情 又问他 当时小舅他们为啥要去昆仑山 他们在山洞里找到什么了吗 他说 东家应该和那些当兵的一样 也是去找那些蛋的 只不过被那些当兵的给抢先了 我们那次损失惨重 死了好几个弟兄 费了那么大劲 结果操他娘的让人给结糊了 我点了点头 小舅好像跟军装派的关系一向很微妙 双方既像是合作 又像是在相互竞争 有时候还会有些冲突 就像这一次 他和谭老就为了我 起了冲突 还在想呢 那人就斜着眼看了我一眼 扑斥一声笑了 没想到 你还真是东家的外甥 我们开始都以为你是他的私生子 我也呵呵的笑了 笑得非常勉强 五味杂陈 什么滋味都有 那人递给我一支烟 给我点着了 这太潮湿 烟也有些潮了 我大口的吸了一下 烟气冲到肺里火辣辣的 呛得我大声咳嗽起来 那人眯着眼 翘着腿 在那回忆着 说这时间过得可真快 当年你来铺子的时候 还多年轻啊 就这么一会儿 那么多年过去了 我顺口跟着答应 是啊 都那么多年过去了 他说 当年你出事的时候 我们都担心死了 生怕你活不了 没想到还是挺过来了 还是命好 大难不死 必有后福 你这人呢 福大命大 是个好命啊 我一愣 我出事了 我什么时候出的事了 那人瞥了我一眼说 你忘了 你来铺子的第一年 当时就跟我们出去 还是回你老家 后来出事那次呀 我更加吃惊了 我去铺子的第一年 还回过老家 我什么时候回去过呀 那么多年来 我基本上就没跟老家联系过 自己心里还一直有愧疚 怎么到了他这儿 就成了我回过老家 还出过事了 不过看他的样子 显然不像是说谎 我就装作不经意的说 是吗 那都是多少年前的事了 要是我 早就记不得了 他显得很吃惊 你上次伤得那么重 还都不记得了 哎 要不然说你命好 心那么快 要是我 我可不敢忘啊 就那一次 估计吓都吓死了 我问他 我上次伤得很重吗 他使劲的点点头 重啊 可以说差点就死了 浑身是血 肋骨都断了几根 你们家那边啊 你也知道 那叫啥地方啊 满屯子 那破地方 开车去最近的县城 都得四五个小时 最后还是东家背着你 赶着毛驴车去的医院 你那一路血流的呀 都以为你不行了 没想到还挺过来了呢 他越说我越糊涂了 他说的地点什么的啥都对 可是我为什么就一点记忆都没有呢 难道说我受伤之后 撞坏了脑子 所以把这段记忆给遗忘了 还是说 这段记忆实在是太痛苦 我的精神承受不了 所以大脑把这段记忆给封存了 他也觉得我有些不对劲 就问我 操 那些事情你都不记得了 我只好咧嘴傻笑 说估计上次受伤太重 我还真不大能记起来了 只是依稀记得有这件事情 细节真是不好说了 大哥 你好好跟我说说吧 那人也是个实在人 见我这么说 也没怀疑 自己抓起一瓶酒 咕咚咕咚喝了好几口 落得他呲牙咧嘴 那一年冬天啊 冬家就是你小舅 像是发了抑郁 死活说要去大兴安岭 还要带着你小子 你也知道 大兴安岭那地方 大雪封山 冬天哪能进去 但是没办法 冬家下了死命令 只要没咽气 就得去 去就去呗 反正都是他出钱 我们这边先坐火车到东北 然后再改汽车 到了你们那个的小县城 到了小县城之后啊 那路根本就不叫路 雪太大了 路上都是一两米深的雪 根本就过不去 车子完全开不动 结果呢 你小舅就是有钱任性啊 他直接租了几辆铲雪车 在前面开道 后边弄了几辆大铲车 我们都裹着大衣 坐在铲车的车斗里 一边开一边铲雪 就这么的硬是在雪地里打通了一条路 开了一整夜 还真就开到了你们家 等到了你们那儿啊 大伙全都冻僵了 尤其是你啊 成天是昏迷不醒 让你小舅抱着 你小舅说 你得了啥低温症 是冻的 但是我们都不太信呢 你身上裹的可是狐皮大衣啊 还有热水袋 这要是在得低温症 我们就别活了 早就冻成冰棍 不过呀 你小舅是出钱的东家 我们是拿钱的干活 他怎么说 我们就怎么听着呗 结果好不容易到了你们家 就那木头房子 热水没喝上一口呢 你老爷 就是东家他爸爸 就在门口先等着我了 说时间来不及了 赶紧上山 我们那十几个弟兄 几乎要给他跪下了 在风雪里 赶了几十个小时的山路 冻的眼睫毛上 全是冰流子 还有上山 而且这山上 全是大冰雪 白毛风乱刮 这不是赶着上阎王殿里送吗 当时就有人不干了 一屁股坐在地上 在那骂了起来 谁他娘的爱去去 反正老子就是不去 随他娘的便吧 结果呀 白朗当时就上去 话都没说一声 上去就一枪 给那人颓废了 白朗这人狠哪 打就打吧 还专往人膝盖上打 这伤就算是致好了 人家下半辈子 也只能坐轮椅了 好在东家还挺厚的 后来赔了他一大笔钱 让他回家养老去了 唉 我见他越扯越远 事情也越来越离奇 好像越来越接近真相 赶紧催着他们 然后呢 你们后来上山了吗 他眼睛一横 说就你小舅那么任性 加上白狼 那个狼独仔子 别说上雪山了 瓦看就是让我们去月亮上 我们也能上去 东家当时就打了圆场 先让人把那弟兄抬到乡村诊所 又让我们先吃点东西 喝点酒 休息一下 待会再出发 大家知道 就算是死 也得死在山上 也没啥好说的了 平时东家带我们不薄 养兵千日 用兵一时 大家这时候也不能掉链子 半瓶子下肚 大家也都拍了胸脯 保证给东家顶住了 东家就让人给我们发装备 内装备 具体是啥规格 我也不懂 不过全都是军用的 大衣 手套 长皮靴 还有吃的用的 外边都是外国字 好多我们见都没见过 那罐头 盒饭啥的 高级的很 全都能自动加热 都有肉 有当过兵的人说呀 这些都是美军知识装备 装备散兵的 没想到东家 能弄来这些 弄好这些之后啊 我们就出发了 当时 还有一个向导 那个人你认识 就是关东老爷 关东老爷 我吃惊的叫了进来 对 就是那个老帮子 他点点头说 你老爷呀 和他关系不错 我们到的时候 两个人正盘腿上 在炕上喝酒呢 当时他还仔细看了看 说是时间还够啥的 也搞不懂是啥意思 我心乱如麻 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就摆了白手 让他继续说 我听着呢 他说 我们这边呀 吃饱喝足了 就跟着关东老爷上山了 对了 你老爷也去了 他们两个在前边带路 我们在后边 还别说呀 这俩老人都是好身板 脚底下蹬着皮屋了 比我们穿的大皮靴还好使 在山上 说走就走 说停就停 就这么走了 差不多三四天吧 我们终于到了一个地方 可是啊 谁都没想到 那竟然是这么一个地方 说到这 他猛然打了一个寒紧 收紧了衣服说 那地方啊 那么多年来 我都不敢回忆 也就是到了这 看着和那儿有点像 也碰上了你 扯闲话扯过来了 要是平时 我可不敢说 我忍不住说 那到底是什么地方 还能比这里更可怕吗 他笑了 笑容很难看 手里紧紧的攥着酒瓶子 咕咚咕咚又喝了几口 要是说 这是罗刹城的话 那儿 就是十八层地狱 鬼藏人 第三百八十五集 这个人所去的地方 应该就是沙龙岭 也就是三十年前 那一支神秘的勘探队 带着我老爷 以及小舅 去的地方 当年那个穿着 旧军装的勘探队 很明显 就是军装派了 不过他们到底 在沙龙岭经历了什么 为何我老爷 一个人浑身是血 背后还刺了一幅地图 那就不知道了 那个人浑身轻轻颤抖着 一口接一口的往嘴里灌着酒 像是受到了很大的惊吓 我很熟悉这种情景 这人一看就是个老酒鬼 啥时候都少不了酒 向这种人打听事情最简单 就是陪他们喝酒 到了这个阶段 已经喝到了七八成 接下来不用我劝他 他也会自己继续喝 一直喝到烂醉如泥 那时候 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 他都不怕 啥都会跟你一五一十的说出来 不过看他的表情 明显是非常害怕 按说跟了小舅 那么多年的老猎人 也都是身经百战了 那么多大风大浪都经历过了 还有啥好怕的 看来他当年见到的东西 应该非常的恐怖 最起码要比这里还要恐怖 以我的经历来看 这里相当于重现了十八层地狱 已经算是非常可怕 难道大兴安岭 那个沙龙岭要比这里还可怕吗 我陪他喝了几杯 他喝的差不多了 把身上的衣服都扒了 眼睛通红继续跟我说 我们上山的时候 山上刮起了白毛风 按说这种天气 怎么也不能上山 但是没办法 两个老人在前面打头阵 我们这些人也不能说不去 大家之后 趟着奇妖身的大雪 往前挨呀 那些天哪 也真是够呛 大风夹着暴雪 暴雪又卷着狂风 天上是白的 地上是白的 空气里都是白的 大家都戴上特制的墨镜 可是啊 好多人还是患上了血盲症 一看见雪 就要流泪 我们在雪地里啊 到底走了多久 这可真是不知道 因为那大雪呀 一直在下 白天黑夜 都是白亮亮 像是太阳从未落过山 所以根本就不知道时间 好在你老爷 确实经验丰富 他有的是对付这种天气的办法 也总能在大暴雪 最疯狂的时候 找到避难场所 还有各种对付大雪的办法 有时候啊 雪实在是太厚了 他就指挥我们 从雪里挖出来一条路 像是弄地道一样的走 这样其实又快又暖和 反正啊 不知道过了多久 我们是终于到了那个地方 那地方怎么说呢 开始啊 并不起眼 像是一个山洞 逐渐进去之后啊 就发现那个山洞 不大一般 就是冷 是真冷 而且和外面不一样的冷 他眯着眼睛回忆 那种冷气 像是南方那些阴冷的雾气 冷得要渗到你的骨头缝里 不管你穿多厚的衣服 都能给你扎透了 那山洞里就是那种 几乎要往下滴水的阴冷 他继续说 山洞很大 有点像是以前挖的那种防空洞 里边全是一级级的大石阶 走进去以后啊 就发现下边是一条修建的不错的马路 真是马路 甚至还有路灯呢 我仔细看了看 上面有不少日本文字 应该是废弃的日本军事基地 当年日本鬼子 抢占了东三省 把这里当成反攻中国的大本营 不仅放弃本土 也要保住东北 所以在这儿 修建了不少秘密的军事基地 应该这儿就是了 我们都有些吃惊啊 感情大家冒着大风雪 赶了这几天几夜的路 就是为了来这个军事基地参观参观 关东老爷啊 却很着急 让我们什么也别管 赶紧往里边走 要不然就来不及了 开始的时候 我们还搞不懂他说的来不及 到底是什么意思 直到之后啊 我们走到了军事基地最里边 打开了一道又一道的铁门 一直到了里边最后一扇门 这扇门非常的厚 外边是一个类似方向盘一样的东西 要一圈圈地转动它 才能打开大门 有董行的人说呀 这个方向盘 其实是一个抽气泵 每一次关上门 都要把大门里的空气抽空了 形成一个真空层 这样才能把门给彻底锁死 不仅是开关呢 这扇门的材料也不简单 它不仅非常厚重 还包了好多夹层 有铅皮层 棉续层 钢心层 铅皮是挡核辐射的 棉续是防止上空持续的轰炸 二战的时候啊 美军有一次特别大的轰炸 一次就有上千公斤的炮弹 是专门对付地下攻势的 那晚上只要在地面上爆炸 根本不需要炸开地面 光那个巨烈震动 以及狂暴的气流 就能把人给轰死了 那个钢心和棉续层 就是专门对付这些强大震动 我们看了都有些吃惊啊 看来东家他们早就发现这儿了 并把这儿做成了一个秘密基地 将一些最隐秘的资料 存放在了这里 不过 那些东西到底是什么呢 大门很快就打开了 他们走了进去 随即就被眼前的一幕给惊呆了 我忍不住问 那里边到底是什么呀 他说 其实里边倒是还好 就是一个普通的 类似仓库一样的地方 空荡荡的 只不过呀 只不过那里边关的东西 有些吓人 我当然要问 那里边关的东西是什么 他犹豫了一下 然后用一种压抑的音调 对我说 那里边关押的 不是人 他们 都是魔鬼 说到这里 他的情绪明显有些激动 又开始咕咚咕咚的喝酒 仿佛要压下去心中的恐惧 我一看他这个样子 再喝就要醉倒在地了 赶紧抢下酒瓶子 朝他怒吼起来 他到底在那看到了什么呀 现在马上 告诉我 他被我给吼蒙了 倒是也清醒了一些 跟我说 那个仓库看起来像是被改造成了一个巨大的手术台 到处都是一些大大小小的瓶瓶罐罐 那些瓶瓶罐罐里放的全部都是解剖的人体 有的只是一个器官 有的是一个完整的婴儿 还有一些很大的玻璃器皿 里边装的是一个完整的成年人 但是最让他受不了的是 那些人 并不像是普通人 他们有的人长着翅膀 有的人长着蛇蚁巴 还有的人长着狼头 总之 都是一群魔鬼一样的人 除了这些怪物以外 那手术室里还有好多穿着白大褂的人 他们在用手术刀解剖着一个个的怪物 有的怪物身体已经剖开了 但是心脏还在砰砰的跳着 还有的怪物没打麻药 在那生死历劫的吼叫着 地上全都是血 随意摆放着各种人体器官 那些人像人又不是人 但是却能发出人的叫声 让他们害怕极了 都忍不住蹲在地上 哇哇直吐 那种变态的场景 我可以理解 但是我现在关注的不是这样 我使劲摇晃着他的脑袋 让他好好想想 之后又发生了什么 让他原原本本的告诉我 他说 他进去之后不久就吐了出来 其他人也都吐了 只有关东老爷 我老爷 小舅 白朗 几个人没事 当时小舅像是没看到这些 静止走到了手术台 焦急的问一个医生 怎么样了 找出来了吗 那个医生摇摇头说 他们的猜测是对的 它并不存在于这些变异体里 那这些是怎么回事 医生说 应该是一个假象 小舅问 假象 什么假象 医生做了一个手势说 简单的说 就是他设计了一个圈套 夹进了许多高等变异体在这 等着我们捕捉 其实这些并不是他 我们已经在四个基地 分析了许多样本 这些所谓的高等变异体 和以往的变异体并不一样 要高级一些 但是还达不到异化的程度 关东老爷问 这么说 他还是跑掉了 医生点了点头 推了推眼镜 我建议 马上启动自动销毁程序 召唤惩罚者出来 小舅没有说话 关东老爷也没有说话 最后 我老爷叹了一口气说 有多大把握 医生摇了摇头 销毁程序 从来没有人启动过 我们也不知道 他到底有没有效果 不过 既然他们在几千年前 就遇见了这一切 应该还是有办法遏制住他吧 他摘下手套 拿起墙上的电话 开始按照一个个的号码 这个时候 小舅突然上前一步 按住了他的手说 不 我不同意 那个人很愤怒 但是也只好放下电话 你不同意 是代表你个人 还是代表你骨架呀 我老爷在后边说 他说的话 就代表我们骨架 那人非常愤怒 他冷笑着 带着些威胁的说 哼 那好 既然是这样 你们骨架就等着和其他 其家解释吧 关东老爷 在旁边翘着二郎腿 掏着耳朵说 不用解释 我们家族大家都知道 老头死的死 跑的跑 就剩我一个了 我肯定是支持老耗子 哎哟 蒋老太 谈老于那个龟儿子 老蛇 孔老爸 来之前 我跟几个老朋友挨个打电话 聊了聊这事 他们也都没啥意见 那人气急返校 哼 好 好 九大家族 有六大家族表态了 算你们狠 这时候 旁边传来一个声音 不是六大家族 是七大 我萨仁格日乐 代表姬家 表示这次 也站在谷家这边 大家转过头看看 发现一个年轻姑娘 走了过来 朝着谷爷 关东老爷 他们拱了拱手 他身上穿着一身旧式军装 腰上配着一把手枪 看起来有点像是 电影里的女特务 关东老爷冷哼一声 哼 你们姬家 不是去蒙古了吗 怎么还有闲心来 趟这趟浑水呀 他微微一笑 爷爷是蒙古人 心里总归 还是向着外蒙多一些 不过我姥姥说了 家事是家事 国事是国事 国家有难时 不管怎么样 我们姬家都会回来的 这时候 我姥爷打了个圆场 就问 说你姥姥还在郎城 她的眼神有些暗淡了 没说话 轻轻地点了点头 我姥爷叹了口气 说 那么多年 也是难为她了 那姑娘低声说 我来的时候 去看了她 她还是不愿意见我 最后只捎带了一句话 说希望这件事情 在他们这一代人中 就结束掉 不要再祸害后人了 关东老爷的态度 也有些缓和 叹了口气说 谁不都是这么想 这种事情 谁愿意再延续下去 别的不说 就看我们这一阵 原本是鼎鼎大名的山东柳家 到了我这一代 死的死 跑的跑 就剩下我一个 所以我一开始就想好了 也不结婚了 就这样吧 啥时候断了 啥时候算了 谁像老耗子 姑娘小子一大堆 好不容易添了孙子 还摊上了这事 真是 早孽 对了姑娘 你叫啥名字 那名字挺绕嘴的呀 那姑娘微微一笑 朝着关东老爷欠了欠身子 关东老爷 我的汉名叫姬小勉 您叫我小勉就行了 我原本一直抽着烟 在那仔细的听他讲说 这里边的事情明显和我有关 也和我当时的猜测有关 关东老爷当时说的九兄弟 果然代表了九大家族 有什么大事情 好像都需要九大家族的画室人投票决定 看来在当时明显是老爷他们占了上风 不过当那人说到这 我忍不住叫了起来 你说什么 那个姑娘 说她叫姬小勉 那人喝多了 也没注意到我激动的情绪 肯定的点头说 对 她就叫姬小勉 她好像还跟你认识呢 我更加惊讶了 她还认识我 对 她说完那些话之后啊 就看了看我们担架上抬着你 问你老爷 说这个人是不是小齐 当时你老爷的态度有些奇怪 像是有些不好意思 说你就是小齐 好像你们两个是从小玩到大的 后来他跟家里去蒙古了 两个人才分开 我一下子愣住了 这个人所说的事情 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 就像是天方夜谭一样 难道说 我之前就跟姬小勉认识 后来所谓的火车相逢 郎城巧遇 都是他提前设计好的 鬼藏人 第三百八十六集 难怪 我觉得自己是一个挺矜持的人 为啥一看到他就有点把持不住呢 老想调戏调戏他 像是变了一个人一样 原来他竟然和我从小就认识 看起来关系还不错 就像是书里所说的青梅竹马一样 这个姬小勉 他隐藏的也太甚了 那个人这时候也恍然大悟 说对了 小七 我终于知道为啥这些事情你都忘了 是因为你的记忆被清洗过 我的记忆被清洗过 这个说法很轻松 把我吓了一跳 赶紧问他是怎么回事 这时候那人已经不大行 东倒西歪的 眼看着随时都会醉倒 赶紧加紧时间问他 后来又发生了什么 让他长话短说 他想了想说 后来那个医生就屈服了 说九大家族你们来了七个 一个已经退出了 就剩下我们最后一家了 反对不反对也没啥用 不过呢 我们家还是这个意思 如果你们要是硬保小七 那也可以 但是必须每过五年 就切除一次他的记忆 这样才能确保 切断他和外边的联系 东家当时有些犹豫 问他这个手术有没有什么风险 会不会导致你大脑受到损伤 那个医生说 这个不需要做手术 可以让他给你做一次深度的催眠 进入到你的内心世界 看看你到底有没有其他身份 以及将一些可惜的信息清洗掉 换上一些比较安全的记忆 东家就问 那他的信息 什么会被清洗掉呢 医生说 他所有的童年信息 他那次的遭遇 受过的伤害 都要被清洗掉 然后给他换成一个最平常的记忆 纪小缅这个时候问 那他当年和我在一起的回忆 也会被清理掉吗 医生点了点头说 是啊 不光是你 他童年时的整个经历 都要被清洗掉 纪小缅有些枉然 说那等他醒过来的时候 岂不是会完全忘掉我吗 医生就安慰他 说催眠虽然会清洗掉一个人的记忆 不过人对于很强烈的回忆 还会有一些保留 等他再看到你的时候 确实会忘掉你们曾经的一切 但是呢 还是会对你保留一些深层次的回忆 会对你有一种天生的信任 会更容易爱上你 纪小缅点了点头 就摸了摸你的头 又低下头 轻轻的亲吻了你一下 给其他人欠了欠身子 就退出去了 关东老爷对你老爷说 看不出来呀 那小丫头 对你孙子用情还挺深的 你老爷叹了口气说 哎呀 要不是发生了这事 估计这一次 大家都要来喝他们的喜酒了 关东老爷拍拍他肩膀说 没事 事情还没那么坏 说不准给七小子催眠之后 能让他忘掉那一切 重新变成一个普通人呢 你老爷叹息着说 咱们老兄弟几个都好说 就怕那些人不会那么好说话 你也知道 他们那些人就是干这个的 现在终于发现一点苗头了 还不得赶紧扑灭呀 这时候 小舅低声说 爸呀 你别担心了 我会保护好小七的 接着 他回头看了看你 又说了一句 如果有一天 他真的控制不住 自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那我会亲自杀掉他 听到这儿 我又是毛骨悚然 也突然明白了 小舅对我的复杂感情 以及对我的矛盾态度 难怪他要在我遇到危险时 不顾一切的救我 又往往在特定的地点 突然放弃我 原来都是这个原因 还有 难怪我童年的经历都那么简单 原来都是催眠师给我伪造的 在我的记忆里 我是跟着老爷在山上度过的童年 后来又因为一场重病回到了成都 在那儿读了小学初中高中 后来去了大学 这些经历又有多少是编造的呢 我当年又是经历过什么 才让他们觉得我很危险 我不由的也枉然了 他们都在说我的另外一个身份危险 那我的另外一个身份到底是什么呢 还在想着 那个人已经醉得不行 头都抬不起来 趴在我身上就打起了呼噜 我赶紧拽过来一条防潮垫 扶他躺下 又给他盖了条毯子 让他先睡一会儿 看他胳膊上露出来的伤口 也能想象得出来他们这一路多么的艰难 挨着他坐下 我捡起了一罐啤酒 拉开了 狠狠灌了一口 苦涩的啤酒入肚 清凉通透 却又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 之前读武侠小说 看到古龙说 酒之所以好喝 正是因为他难喝 还觉得古龙大师太矫情 在玩文字游戏 现在想想 古龙的意思 应该是 男人之所以喝酒 是因为心里太苦 喝了更苦的酒 才能减轻一下心中的痛苦 小龙本来在旁边吃着猪肉蛋卷罐头 看见我伤感了 就一溜小跑跑过来 依偎在我怀里 给我巴唧巴唧舔着眼泪 我紧紧搂住他 眼泪素素的流了下来 小龙啊小龙 恐怕全世界 只有你在陪我了 这时候 身后突然传来一个声音 不 还有我 转过身 我就看见一个身影 逐渐从旁边的浓雾里走过来 步子很稳 一步又一步 走到了我身前 俯下身看着我 我看着他 淡淡一笑 哼 你也是他们安排的人吗 他皱紧了眉头 什么意思 你不是跟军装派一伙的吗 军装派是谁 就是那些 穿着军装的人 他皱紧了眉头说 我不认识他们 那 你跟我小舅是一伙的 你小舅是谁 就是猎场的东家 我知道的 我知道你是从哪来的 哪里 大雪山上 他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 我好像 在大雪山里住了很久 我冷笑道 哼 你当然在大雪山里住了很久 是小舅 把你从大瓶罐里砸出来的 他摇了摇头 这些我都不记得了 我继续冷笑 哼 就你们说的这些鬼话 还以为我会相信吗 还从冰山里出来的人 老子还是从石头缝里 蹦出来的呢 他的眼神还是很迷茫 好多事情 我已经记不清了 我好像在一个地方 睡了很久 好多事情都忘记了 都忘了 编不出来了 就可以说是忘了是吧 说实话吧 你到底有什么目的 我也不知道 好像有一股力量 驱使我来到这 但是我并不知道 是为了什么 从我认识山霄以来 他都是以一个冷酷的硬汉形象出现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这个迷茫的样子 有些犹豫 甚至还有一丝怀疑 难道说 我都弄错了 山霄并不是他们派来监视我的人 那他又是什么人呢 我忍不住问他 那你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也不知道 那你为什么 跟我小舅在一起 他思索了一下说 我好像 去过很多地方 像是在寻找什么东西 后来我去了一个地方 他给我看了一个东西 我就跟他走了 他给你看的是什么 我不记得了 这时候 我突然想起一个问题了 对了 你为什么神出鬼没的 平时都在哪啊 平时 我都在大山里 我不喜欢外面 太吵 那你为什么 三番两次的救我 开始的时候 我觉得你挺可怜的 跟我有点像 后来 就觉得跟你在一起 很亲切 他说这话 让我有些毛骨悚然 我不由的朝后挪动了一下身体 下意识的保护起了自己 你 你可别乱来啊 我可是有喜欢的人了 还是个大美女 他根本听不懂我话里的含义 我总觉得 像是从前就认识你 所以 我老想跟你在一起 这样说不定 能回想起以前的事情 我突然有些伤感 想着 难道是我弄错了 既然这个世界上 连人狼 巨蛇 人鹰 这种神秘生物都有 还有什么不能有的呢 我以前看过相关的报道 说鱼虾被封在冰层里 好多年以后 再化动了 放在特定的培养民里 还能重新恢复 那么说 人如果被封在大冰块里 会不会过了好多年后 还能活着呢 我有些怀疑 山霄应该是和藏北英文那些白衣人 是一个年代的人 当然了 那些白衣人到底是什么时代的人 我一时半会儿也说不清楚 总觉得像是古人一样 我让他坐下 给了他一罐啤酒 他接过去之后 有点不知所措 像是从来没喝过 我给他打开 让他喝了一口 他试探着喝了一口 脸上骤然变色 不过好歹没给吐出来 看来这是他 这辈子第一次喝啤酒 让我忍不住哈哈大笑 连小龙都笑得满地打滚 他又喝了几口 终于开始习惯了 在那慢慢的喝着 看起来倒是也有滋有味的 我问他吃饭了吗 他摇了摇头 说一路只顾着追着小舅他们 没顾得上吃饭 我又问他 有多久没吃东西了 他摇摇头自己算了算 也算不清楚 我叹了一口气 开了一罐罐头给他 又找了一些压缩饼干 让他就着啤酒喝了起来 他对罐头和饼干比较容易接受 试着吃了几口 就大口大口的吃了起来 仿佛风卷残云一般 很快就消灭了大半食物 我赶紧又给他弄了几个罐头 让他一口气吃饱 看着他狼吞虎咽的样子 我想到了第一次见他吃东西 还是在去阴山狼城的路上 那时候他对我们非常警惕 也非常冷漠 一路上我们吃着野鸡炖蘑菇 吃着烤鸡 他却要自己吃 而且吃的都是半生的食物 没想到他现在能这样跟我坐在一起 吃着人类的食物 也算是一种奇迹了 想到这里 我对他也有了一些怜悯 觉得他不再是那个什么都不怕的汉子 不像一匹孤独的狼 也开始有了一些人情味 越来越像一个真正的人了 突然想起一件事来 在西藏的时候 那个养路工说过 他当年是被小舅从冰山里挖出来的 如果这么说的话 他应该跟小舅很熟才对 为何他却说 当时并不认识小舅 是小舅给他看了什么东西 他才跟小舅走的呢 难道说 当时养路工说的那个 跟我很像的人并不是我小舅 而是另外一个人 那他又是谁呢 刚想问他 这时候远处突然轰的一声 一道火柱冲天而起 接着一朵绚烂的花 在天空上绽放了 一时间所有人全都站了起来 这是小舅释放的信号 罗诈成的鬼门终于要打开了 这是召唤大家的信号 鬼藏人 第三百八十七集 那一朵烟花 在天空上慢慢站开 接着像流星一般四散开来 绚丽又刺眼 看得我和山霄 慢慢的站了起来 身边的人也全都站了起来 抄家伙的抄家伙 背装备的背装备 一个个兴奋异常 打着呼哨 招呼着同伴 一个个的往前跑 都说着 最后再拼一把 最后一次 最后一次 真的是最后一次吗 我叫醒了那个伙计 他才睡了一会儿 揉了揉眼 看到大家都已经行动了 赶紧拿起一瓶 冰啤酒就浇到头上 强制的让自己清醒一下 赶紧跟着他们跑过去了 山霄也仰着头 看着那一朵烟花 最后低声说了一句 走吧 这次真的是最后一次了 我没说话 地上到处都是他们丢弃的武器 我随手找了一把手枪 又拿了一把短刀插在腰上 走吧 我们两个人沉默的 跟着大家往前走 走了没多远 就发现前面的石桥竟然断掉了 下面云雾缭绕 看不出来有多远 在断桥处 有人绑上了一个绳梯 大家在沿着绳梯往下走 我们跟在大家身后 下了绳梯 就觉得周围的浓雾阴冷阴冷的 冷气像是要渗到骨子里 耳边仿佛听到各种孤魂野鬼的哀嚎声 让人胆战心惊 梯子也荡来荡去的 我只能紧紧的抓住绳梯 才确保不会掉下来 小龙没法爬绳梯 就站在我肩膀上 抱着我的脖子 幸好是往下 不需要用眼睛看 不然还真下不去 在梯子上爬了好一会儿 总算是落了地 山霄跟在我身后很快跳了下来 他眯着眼睛辨认了一下方向 就带着我往前走去 路上有一些篝火 应该是前面的人留下的 篝火里有不少燃烧棒 还有一些我认不出来的助燃剂 形成了一个个路标 在一个火堆前 我看到了一个狼眼战术手电 赶紧捡了起来 试了试 还挺好用 又往前走了一会儿 雾气逐渐稀薄了一些 我惊讶地发现 在我面前真的出现了一座山 一座黑色的大山 大山并没有很高大 但是通体都是黑色 上面连一根草都没有 显得古怪又肃木 尤其是我想到我们现在可是在南海 在南海的水下竟然会有一座山 这说出去根本就不会有人相信 走近了一些 我摸了摸 发现山体上全是咯咯哒哒的 像是结了一个又一个的小刘子 那颜色也并不是漆黑色 而是一种暗红色的血豆腐的颜色 我才明白 这并不是一座山而是在大海底下的火山爆发之后形成的一个巨大的火山岩 只不过这个火山岩特别大 看起来就像是山一样 我有些怀疑我们在桥上看到的那座罗刹城就是在这座山上吗 我们现在真的要攻城吗 既然攻城就会有人守城 那守城的又是谁呢 会不会是我们看到的那些罗刹鬼呢 这时候 大家也都到了小山上 开始沿着路标上山 上山的路上被人一路丢了不少的荧光棒 看起来星星点点 汇聚成了一条小路 断断续续的通往山上 在上山之前 山霄突然愣住了 他抬起头看了看雾气蒙蒙的天空 然后低声说了一句 我好像来过这里 我也站住脚 朝着灰蒙蒙的天上看过去 却什么都看不到 我不解的看着他 不明白他的意思 他说 我好像记得 好多年以前 我也来过这个地方 那时候 你也像这样 站在我的身边 然后呢 没有然后了 没有然后是什么意思呀 我忘记了 说完他转过身 毫不犹豫的登上了小山 开始一步步的往上走 这座小山很难走 他根本就没有路 也不可能有路 这座火山岩 不知道形成于哪一年 说不准 在上万年前就已经存在了 也许 我们是登临这座小山的第一波人类 好不容易爬了上去 几次都出流了下来 手掌都划破了 但是我没有叫山霄帮我 甚至连坑都没坑一声 还是最后又往上冲了一下 好歹爬了上去 我有一种预感 这个地方一定跟我有着莫大的关系 在这里我不能依靠任何人 只能依靠自己 小龙跳上小山的时候 有些犹豫 他先是抬起爪子试探着放在了上面 然后赶紧拿开 像是怕这东西会烫着他一样 后来才慢慢的把爪子放了上去 最后呼啦一下跳了上去 蹦蹦跳跳的跟在我身后跑 山霄走得很快 我在后边赶紧跟着他 这是最后一次了 我不能再被他甩开了 也不能再给别人贴负担了 这一次我要靠自己 就在这个时候 山顶上突然传来一声枪响 打破了山谷的寂静 那枪声在雾气中传播的很慢 听起来嗡声嗡气的 接着又是一连串的枪声响起 上面闪烁着一道道火舌 看来是小舅他们的线头军 已经和罗刹城里的怪物交上火了 没办法耽误 我拼了命的往前跑 这山路没多抖 但是很滑 基本上跑不了几步 就得摔倒一下 而且石头坚硬无比 摔一下膝盖都破了 但是也没办法 我不顾一切的往前跑 想参加战斗 终于 我开始看到了前面的人 大家也都拼命的往前跑 我的速度越来越快 超过了好几个人 终于在枪声没停之前 爬到了山顶 看到了一堆人趴在地上 朝着前面放枪 那边的人冲着我们吼道 趴下 都趴下 我们摸不清情况 赶紧跟着趴下 大口大口的喘气 朝着前方看看 抬起头来 就看见前面全是浓雾 接着子弹撞击在山上的亮光 隐约能看到一座气势辉煌的大城隐藏在浓雾里 而在那些浓厚的雾气当中 像是隐藏着什么怪物 低声咆哮着 在雾里边横冲直撞 冲着前方的人们挥舞着爪子 人群中也不时的传来一阵阵的哀嚎 应该是受了不清的伤 后边有人骂道 他娘子 那是啥怪物呀 有人接话 不知道啊 已经损失了几个弟兄了 又有一个人骂道 哪哪个兄 这物太大 根本不知道往哪开火 这一仗可费劲了 正说着呢 突然有一个人站起身来 冲到了浓雾里 就听见雾气里 传来一阵愤怒的吼叫 像是那怪物受了什么伤 大家不知道什么情况 纷纷拔出枪来 想冲着叫声开枪 这时候 小舅叫了起来 都别开枪 是自己人 我一下子愣住了 接着才明白过来 那个冲上去的人 是山霄 他在和雾气里的怪物搏斗 山霄迅速冲了上去 和农雾中的怪物搏斗 让我的心一下子揪住了 一直以来 我都无比的相信山霄 觉得他是一个无所不能的战神 无论是在阴山狼城 只身抗击狼群 还是在藏北英坟和白衣人搏斗 虽然他也会负伤 但是我始终认为 他会没事的 但是这一次 我非常的担心他 不知道为什么 从前的他 都像是一个神 而不像是一个人 高高在上 仿佛冰山一样高远 但是这一次 他更像是一个人 一个活生生的人 也会有普通人的喜怒哀乐 普通人的担忧痛苦 我很怀疑他这种变化 是不是意味着 在他身上发生了某些变化 就像是中国一句老话说的 人之将死 其言也善 那是不是说 山霄现在也到了生命的尽头 所以神之将死 其言行也更像人了呢 这么想着 我越来越紧张 再联想起山霄对我说的 他感觉我很熟悉 让他回忆起了许多往事 那么他是不是已经记起了一些往事 而不肯承认了呢 想到这里 我顾不得其他的 抄起了腰里那把短刀 就朝着山霄他们冲了过去 小秀吓了一跳 一面叫着不要开枪 一面冲过来拉住我 但是我的力气像是变得无穷大 一下子就甩开了他 接着朝着浓雾里的黑影扑了过去 那浓雾一冷潮湿 一进去 我就打了一个寒净 紧接着就发现 浓雾里一双血红色的眼睛 死死的盯着我 地下黏乎乎的全是血水 有几匹形状奇怪的怪物 横七竖八的倒在了地上 杜长翻出 应该都是被山霄杀死的 山霄身上已经受了伤 肩膀上的衣服被抓破了 露出了几道深深的伤痕 往下流着血 见我进来 他低声问道 你来干什么 快走 这里很危险 我倔强地站在那 就是因为危险 我才要和你一起 他坚持说 这里很危险 我可能保护不了你了 我倔强地站在那 不行 那么久以来 都是你保护我 这次要我保护你了 山霄犹豫了一下 小心点 这些怪物 不好对付 我见他终于同意了 心里也是一暖 就问他 这些是什么怪物 他摇了摇头说 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怪物 像狼一样 又不是狼 而且很聪明 懂得用战术 刚才就是有几匹狼引诱我 用尸体拖住我 后边那个领头的给我来了一下 差点把我扑倒 我有些紧张 如果说是有智慧的狼 那岂不是跟阴山狼城的怪物一样 但是山霄却说 跟那个不大一样 还是有区别 我又问他 要不咱们退出去 用机枪扫射他们 山霄摇了摇头说 没用的 我们已经试了几次了 只要用枪 他们就会退出去 只有人来了 他们才会出来围攻 趁着我们说话的时候 那浓雾中又出现了几匹怪物 还是星红色的双眼 朝着我们两个慢慢的包围了上来 说不怕 肯定是假的 但是我并没有像以前一样退缩 到了这里 每个人都没有了后退的理由 不管怎么样 我们只有继续往前走 躺下来就死掉 没有其他选择 那怪物跟我们兜着圈子 圈子越来越小 已经可以清晰的听到他们粗重的鼻息声 以及他们身上浓重的腥骚味 这让我非常的紧张 手心里全都是汗 那把短刀也变得滑溜溜的 感觉老是拿不住 这时候 那怪物突然咆哮一声 就朝着我这边冲了过来 我紧紧的攥着刀子 就朝他身上扎了过去 没想到他身上的毛皮又硬又滑 根本扎不进去 反而我用力过猛 一时划了个手 一个亮枪 差点摔倒在地上 那怪物见我站不稳 立刻朝我撞了过来 把我撞倒在地 接着就用爪子死死的按住我 血喷大口 朝着我的脖子狠狠的咬了过来 在当时 死亡距离我只有几毫米 我能清晰的看到那些怪物凶残的眼睛 以及那尖锐的獠牙 几乎那股令人绝望的死亡气息 这时候山霄突然就动了 他像是一阵风 身子往后一退 接着往后一滑就来到了我身旁 接着狠狠一脚 把那匹按在我身上的怪物 远远的踢了出去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他的身后露出了一点破绽 那早就厚在一旁的首领 嘀吼一声 隐藏在浓雾中的怪物 纷纷朝他扑了过去 朝着他头上 身上 腿上 胳膊上咬了过去 每头怪物瞄准了一个位置 一下子把他按得死死的 我挣扎着爬起来想去救他 却看见他已经被怪物按倒在了地上 我掏出刀子 朝着那些怪物身上狠狠地扎了进去 扎了几下 才觉得终于扎到了肉里 再拔出来 一股一股的鲜血冒出来 但是还是没用 那些怪物不顾一切 哪怕是自己死掉 也要咬死山霄 不管我怎么捅他们 他们就是不撒嘴 这时候 我的眼角余光 看到了像人一样蹲在一旁的怪物手里 他正在死死的盯着山霄 眼神中流露出一种快意的仇恨感 我突然想起了 擒贼先前王这句话 赶紧从身上掏出了枪 朝着那怪物首领 砰砰砰就是几枪 那怪物首领 估计对山霄恨之入骨 没顾得上我 也没想到我会突然开枪 在毫无防备下 中了几枪 腾得在地上打滚 咆哮着 我丝毫不怕 继续拿着枪上前 故意对准他的身体 补了一枪又一枪 那群怪物见首领受伤 又被我连续打 终于忍不住了 松开了山霄 朝着我扑了过来 我死死的踩在首领的身上 朝着扑过来的怪物 一枪又是一枪 虽然我的枪法不好 但是连续果断出枪 也打倒了几只刚 扑过来的怪物 主要是我那冷酷的样子 镇住了他们 让他们一时间 不敢轻举妄动 我盘算了一下 枪里应该没有多少子弹了 山霄那边不知道怎么样 我只好小心的往后退了 想着先去和山霄会合 然后再想办法 刚退了几步 就发现眼前突然扑过来一个黑影 原来是那个怪物手里 他并没有死掉 反而一直在等待着机会 这时候他一个前扑 就把我的枪给扑掉了 接着又一个反扑 将我扑倒在地 然后朝着我的脖子 狠狠地咬了过来 鬼藏人 第三百八十八集 我已经绝望了 挣扎了几下 根本没有任何用处 干脆闭上了双眼等死 山霄被那群怪物压得死死的 生死不知 我又被那匹怪物首领咬住了喉咙 只要他稍微一使劲 就会让我命丧黄泉 就在这个时候 就听见周围的怪物 突然从喉咙里 发出了威胁的低喉声 接着声音变得很压抑 像是在喉咙里哭泣一样 声音非常的古怪 这时候 我觉得那怪物 卡在我身上的爪子 渐渐放松了 接着它竟然放开了我 夹着尾巴 退到了旁边 接着一个跟一个迅速跑到了罗刹城里 我吓了一跳 这怪物旱不畏死 而且诡诈无比 怎么突然就退去了 而且表现得像是非常惧怕什么一样 这种感觉让人十分的古怪 就像是你被一群狼群包围了 就在他们马上 要到手猎物的时候 突然被什么东西吓跑了 你刚刚庆幸死里逃生 却发现旁边有一头老虎 正在虎视眈眈的看着你 回过头来看看 周围空荡荡的 雾气还是那么浓厚 安静的要命 并没有任何人过来 他们是被什么吓跑的呢 站起来走了几步 浓雾里突然窜出来一只动物 一下子就扑到了我身上 差点给我扑倒在地上 我吓了一跳 以为又遭遇了怪物袭击 仔细一看 却发现是小龙 小龙估计是刚才突然找不到我了 顺着我的味道 一直摸到了这 这时候看见我高兴得要命 大舌头不断的舔着我 在这种死里逃生的时候 看到小龙这种欢拖样 让我不由得感慨万分 有点在世为人的感觉 这时候 我想起了山霄 赶紧走过去看他 发现他已经支撑起身体 站了起来 看起来问题不是太大 山霄看了我一眼 什么也没说 自己就走了出去 我也跟着他走了出去 小龙在我身后乐颠颠的跟着 刚走出去 就发现一脸焦急的小舅 他带着几个人守在浓雾之外 神经都崩得紧紧的 生怕我们出事 山霄一句话也不说 静止走进了城里 这一次没有任何生物出来了 任由他走了进去 小舅挥了挥手 大家也跟着山霄闯进了城里 但是都没他那么潇洒 而是一个个背靠着背 枪弹上膛 小心戒备着 小舅第一次见到小龙 吓了一跳 结结巴巴的问我 这 这是什么 他的话让小龙很不爽 朝着他呲牙咧嘴 还装着要扑过去 接着又大摇大摆的走到我身边 用大脑袋蹭着我的腿 我一时间不知道怎么跟他解释 只好简单的说 这个是我们在南海龙窟找到的一个蛋 然后孵出来的一条 一条小龙 小舅眼睛一亮 死死的盯着他 问我那个龙窟在哪 那个蛋是在什么地方 具体有多大 是什么颜色的 估计是在判断 这个蛋是不是昆仑山那个失踪的蛋 我跟他说了 又告诉他 我听说了他当年去昆仑山找蛋的事 估计这个蛋 就是当时你们没找到的蛋 没想到小舅却是又气又恼 说谁去找蛋了 我们去那边是取一件东西 我随口问他 什么东西 他的表情就不自然了 说那件东西吧 说了你也不知道 所以就不告诉你了 他既然不愿意说 我也就不问了 继续往前走 从猎场那人的嘴里 我终于明白了小舅的良苦用心 也明白他为我付出了多少 只不过从来没有说过 我走在他身后 看着他才刚刚四十出头 头发却已经发白了 突然有些心酸 想着他的这些白头发 得有多少根 是为了我抽白的呀 没有了那些怪物 城门就没什么可怕的了 那城门本来是两扇巨大的木头门 上面镶嵌着巨大的铜钉 但是已经历经沧桑 烂得差不多了 又被小舅他们狂轰烂炸了一番 终于轰然倒地露出了里边的古城 远远的望过去 罗刹城笼罩在一片迷雾之中 看不到多远 只是感觉里边非常的空旷 像是一个很大的广场 隐约能看到里边有一些巨大的建筑 但是在桥上看到的那些怪物 铁树等等却没有看到 看了看脚下 果然是黑色的坚硬的石头 看起来就像是铁枝胶柱的一样 我也暗暗惊叹 这座古城连城门都腐烂了 这得是多少年前的古建筑 又是谁建造的呢 大家一个个进入了罗刹城 原本的激动过去之后 也开始紧张起来 毕竟还没进城 先就被怪物来了一个下马威 损失了几个兄弟 那桥上看到的那些怪物 又将有多么可怕的杀伤力呢 我也怀疑 刚才那些狼型怪物 被惊走的时候 应该是城里更可怕的怪物出现了 但是他为何没有对我们发起进攻 我就不知道了 大家生怕那雾气中 再冒出来什么怪物 都慢慢的往前走 好在山霄一马当先 大踏步的在前边 相当于给我们指明了一条道路 小舅走得很慢 落在了队伍后边 他见山霄的身影已经看不见了 低声问我 你怎么把他给带来了 我开始还没明白他的意思 以为他说的是小龙 连忙解释 说小龙是中间遇到的 而且还救了我 没说他 带着他是对的 不然这次谁也活不了 我说的是山霄 你带他来干嘛 我没有带他呀 他说是跟着你们来的 小舅的脸蹦得更近了 他胡说 来这儿的地图 只有我和谭老知道 连白朗都不知道 所有人都是蒙着面坐船来的 难道还能有人卸了命 会不会是你们被他跟踪了 哼 我就是怕他跟踪 所以带着所有人 先去了一趟东南亚 然后从菲律宾这边偷渡过来的 他再厉害 也是一个没有身份的人 还能跟着我们过海关坐飞机 你当他是神仙不成 我感慨小舅惊艳老道的同时 也有些惊讶 没想到他竟然在怀疑山霄 我问他 山霄不是你的人吗 第一次见到他 就是你带着他去阴山郎城 我一直以为他是猎场的人 小舅冷笑的 哼 什么我的人 我会用这种不知底细的人 记得我跟你说过吧 我从大兴安岭跑下去的时候 遇到了一个香港老板 后来这个猎场 也是他投资的 这个山霄 就是他指派给我的 指明要让他去阴山郎城 我能不带他去 那藏北英坟 也是你带他去的 狗屁 我就是觉得他不保险 所以才跟香港人闹翻了 带着猎场的人东奔西跑 就是为了甩开他 谁知道 后来他还是去了西藏 我怀疑 他一直都在跟踪你 是你带着他进来的 小舅这么说 倒是也有可能 因为我和瞎子一路上 确实老觉得被人跟踪 尤其是军装派的跟踪 不过我总觉得山霄不像是坏人 起码不会害我 而且还救了我好多次 要是他想害我的话 恐怕我早就死掉几百次 但是小舅却不这么认为 他觉得山霄救我 那是为了取得我的信任 想在最后给我致命一击 我哑然失笑了 说我又不是猫 又没有九条命 还需要在关键时刻给我致命一击 他随时都可以给我一击 把我给弄死 小舅气不过 狠狠的瞪了我一眼 又没话说 只好骂了我一句 说我懂个锤子 我想起了那个问题 问他 小舅 你说山霄不是你带过去的 嗯 当然不是了 可是我们在西藏的时候 遇到了一个修路工 他说你当年去过西藏 还给他留下了一封信 说是留给我的 小舅 一下子愣了 信 什么信 你说 我在西藏 给你留过信 对啊 还不止一封呢 还有一封特曼快递 是从拉萨一个小店主那儿发出来的 那个小店主 还对你挺有意思呢 想起那个美女店主 我忍不住对他挤眉弄眼 他彻底晕了 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呢 我也觉得事情不大对劲 就跟他详细说了一遍 包括怎么收到了那封漫地 以及如何遇到的那个修路队 还有他如何从冰山上救下来的山霄 小舅听完之后 眉头紧锁 你被骗了 骗了 被谁骗了 小舅淡淡地说 被他们所有人 所有人 难道都是假的 小舅点点头说 没错 上次去藏北英坟 是我第一次去西藏 那破地方 高反那么严重 我的肺不好 能不去就尽量不去 还敢在那边待一个月 我估计待不了一个星期 就先挂了 上次去英坟 我都是随身带着氧气瓶的 我结结巴巴地说 这 这他娘的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小舅拍了拍我的肩膀 安慰我说 小七 那个 到了现在 我也不好骗你了 在你身上 确实有些 有些 他想了半天 估计是想找一个词语来形容 最后说 确实 是有些 不过呢 你要相信我 相信我们 一定会把你变成一个正常人 这个 都是想都不用想的事情 至于其他的 就全都是狗屁 我第一次见到小舅失态 并且抱了粗口 并不像是以前那个 总是胸有成竹 总是端着的东家 让我也觉得亲切起来 我扑斥一下笑了 没事 我当然相信你 相信你吗 小舅点了点头 拍拍我的肩膀 示意我继续往前走 这时候 我想起了一个问题 那要是这么说的话 什么 山霄从冰山里出来 那都是假的了 小舅使劲的点点头 当然是假的 这种谎话 也就只能骗骗你这种人 你想 把一个大活人 给冰封到冰雪里 那人肯定是 先给冻死了 还复活个屁 把你关进冰窖里 几个钟头 再给你划冻了 你试试 是活的还是死的 他这么一说 我也彻底明白了 他说的也对 虽然理论上讲 把人封存在冰山里 是可以存活的 但是那毕竟是理论 科技发展了那么多年 也没听说过 给哪个大活人 冻在冰箱里 更别说 那是多少年前的事 这么想了想 我也有些恼火 竟然被那些人 用这么简单的谎话 给骗了 这是不是传说中的脑残呢 不过 小舅也沉吟着 这个山肖也不简单 他应该不是人 不是人 我吓了一跳 小舅刚说话正常一些 怎么现在有神神道道的了 小舅赶紧给我解释 我说的不是人 并不是说他是个鬼 而是说 他不是一个纯粹的人 不是一个纯粹的人 对 还记得 我给你讲过的那个故事吗 就是在西藏的时候 说的变异人 鹰人 蛇人那些 记得 我总觉得 这个山肖不大像是一个正常人 他的身体素质实在是太好了 根本不像是人类所能达到的 我怀疑 他恐怕是从哪里跑出来的变异人 甚至 是新人类 我吓了一跳 你讲的那些 不都是古代故事吗 而且 他们不都是被封存了吗 难不成 他们还能活到现在 小舅的脸色很难看 这种事情 谁能知道 那是一个新创造出来的物种 到底是什么样的 咱们谁也不知道 你以前 能想过葡萄树上 长鹰藤吗 谁能想到植物也能做嫁结了 那人呢 人是不是也能做嫁结 那嫁结之后 能出来什么样的物种 谁也不好说 我点了点头 小舅说的也有道理 从山霄的身体反应 头脑反应来看 它还真像是一个嫁接的产物 像是人和动物嫁接的 兼有动物的身体 人的智慧 这不就是传说中的新人类吗 想到这里 我忍不住问小舅 如果山霄是新人类 他会做什么呀 当年新人类虽然是被封印的 但是他们一直都有怨念 认为人类创造了他们 虽然他们自愿被封印 但是他们也为人类立下了汗马功劳 却被人类无情的抛弃了 而且联合动物一起绞杀他们 所以当时新人类中有许多激进分子表示 如果打破封印 他们一定会报复人类 还有动物 那他们要怎么报复人类呢 你别忘了 他们不光是身体好 而且能和动物进行沟通 那么多年的开发 环境被破坏成了什么样子 你也知道 还有 人类将动物作为食物 各种屠杀 各种烂布烂捞 在这些年里 导致了多少生物 种族灭绝呀 如果说新人类利用动物和人类的仇恨 联合动物一起反攻人类 那恐怕 这个世界末日就真的要来临了 我有些怀疑 现在不是古代了 人类的武器那么先进 难道还挡不住动物 哼 以前动物一直都不是人类的对手 那是因为他们没有多少智慧 也不团结 只是依靠着本能和人类作战 当然打不过人类 但是你想过没有 如果新人类带领他们 把他们编制为动物军团 甚至教会他们运用武器 开始用各种战术潜入城市里 偷袭 下毒 暗杀 那谁能当住 还有 你也见过狼城鹰坟了 这个世界上 还有许许多多我们根本不知道的神秘地方 都是动物在守护着 保持着这个世界的平衡 如果动物放开了这些 让地下生物 让深海巨怪 让那些被封印的恐怖力量重新出来 那谁能当住 想到这里 我心里也害怕了 小舅说的对 如果新人类真的和动物达成共识 那还真是人类的末日 因为动物和人类本来就是一体的 我们永远也不可能消灭完他们 如果我们消灭完所有的动物 伴随着环境剧烈破坏 生态系统被破坏 人类也会立刻迎来世界末日 我问小舅 那怎么办呀 小舅沉默了一会儿 低声说 按照当年九大家族的秘密协定 只要有新人类从封印地里出来 我们可以调遣所有力量 对他进行毁灭性打击 我一下子愣住了 一直以来 我都以为他们针对的目标是我 却没有想到 他们针对的目标竟然是山霄 山霄 他究竟 是什么身份呢 鬼藏人 第三百八十九集 还在想着 小舅已经走出去了好远 催着我赶紧走 千万别掉队了 我才想起来 现在可是在凶险的罗刹之城里 赶紧收起思绪 走了几步 也学着他的样子 掏出了枪 戒备着 这时候我才想起一个问题问他 小舅 你们是怎么到这来的呀 小舅咬着牙说 你还记不记得 三十年前 你老爷 从沙龙岭回来之后 身上带了什么 老爷从沙龙岭回来 身上带了什么 我想了又想 终于想明白了 是那个地图 是这个 这个是你老爷 用命换来的 我点了点头 当年老爷把这幅地图 生生的刺在背上 又用刀子砍破了皮袄 才给他带出来 确实是用命换来的 我问他 那个地图 就是通向这儿的 小舅点了点头 那沙龙岭 又和这里有什么关系 你知不知道 沙龙岭 是什么意思 谭老说过 沙龙岭是一个代号 并不是一个地方 是的 所以好多人都弄错了 以为沙龙岭是一个地方 其实不是 这个 其实是我们给他们下的圈套 他们 他们指的是谁啊 就是你说的军装派 其实他们还有一个名字 我们叫他们执法者 执法者 对 记得我刚才给你说过的事情吧 当年人类和动物达成的协定 一起把新人类封印起来 但是 这些新人类 大家并不知道他们到底是怎么回事 也不知道封印了以后 他们会不会再跑出来 所以 大家就制定了一个计划 什么计划呀 那个计划就是 成立一个组织 这个组织 专门负责监管新人类 如果有新人类逃跑了 那就不惜一切代价 绞杀掉他们 啊 那军装派他们 是的 他们就是那个负责监督 并绞杀新人类的机构 可是他们为什么 总想要追杀我呀 小舅笑了 拍了拍我的肩膀 那是因为 他们把你当成了新人类 就 就我这小身板 还能成新人类 所以啊 这个我们也不信 我突然想起了 当时瞎子跟我说的事情 就问他 对了 瞎子跟我说 你派他监视过我 发现我有时候 会变成 变成另外一个人 小舅 也皱紧了眉头 点点头说 确实是这样 你小的时候 不知道怎么回事 现在想想 像是梦游 经常一个人走出去 还老对着大水空气说话 常常把你妈吓个半死 后来 他们试了试 在睡觉之前把你给绑住 发现还是不行 不管给你捆得再紧 你都有办法给挣脱了 然后跑出去 这些事情 怎么从来没人跟我说过呀 我的潜意识里却在想 这些记忆 是不是 就不是被清洗掉的那些 虽然我很相信小舅 但是想了想 我听到的那些事情 还是没跟他说 不知道 是不是潜意识里 还是觉得 这些事情 太难以接受了 这是你小时候的事情了 后来没办法 你父母就给你送到了大型安岭 你老爷家 你老爷成天带着你 住在小山上 慢慢就好了 不过后来发生了一件事情 所以迫不得已 只能又给你送回家了 我好奇地问 什么事情啊 小舅摸索了一下头发 这个事情吧 也是我后来回家才听说的 事情比较邪门 我也解释不透 说起来 估计你会有些害怕 我好奇了 怎么回事啊 你老爷 当时听说了你的事情 前两天晚上都没敢睡觉 就在那整宿整宿地守着你 好在老年人 叫也守 他也不觉得累 就这么过了几天 觉得你没事 都是一觉睡到天亮 结果他觉得没事了 就给你用绳子 松了松 还打了一个结 结果 第二天发现 你睡得好好的 他才松了一口气 不过 在他打扫卫生的时候 他发现不对劲了 怎么地上 有一连串的小脚丫的泥因子呢 再看看你的鞋子 发现里边全是泥 才知道你晚上又偷偷溜出去了 还用绳子把自己又给绑住了 当时你老爷吓了一跳 但是他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第二天 睡觉的时候装成睡着了 在那等着看 到底是怎么回事 结果到了下半夜 就发现窗帘 突然被什么东西给顶了一下 咚的一声响 你老爷悄悄把头歪过来看了看 发现有什么小动物在窗外 叨咕了几下 就把顶着窗帘的棍子给弄松了 接着一个小动物嗖的一下 就窜到你床上去了 你老爷吓了一跳 正要爬起来 却发现那小动物爬到你床上 在月光之下 一身棕红色的毛 竟然是一只小松鼠 那小松鼠跳到床上之后 蹦蹦跳跳的跑到了圣洁那儿 几下子就给咬开了 接着在你耳边吱吱叫了几声 你就醒过来了 眼神木带带的 跟着开了门就跟他出去了 你老爷哪还敢耽搁呀 当时就取下来猎枪 跟着你们出去了 但是他觉得事情不大对劲 你又没什么危险 还是想着先看看情况再说 接着你光着脚 顺着小山坡走了一会儿 就走到了水边 那月光下 河水也白亮亮的 就发现那河边一个个身影 竟然全是卧倒的狼 那一匹匹的狼 就在那边看着你 一动也不动 你老爷 吓得当时魂都要掉了 想着这么多匹狼 恐怕足足有几百头啊 这些狼要是攻击过来 恐怕用不了几分钟 就会把你们全部给撕成碎片 他于是选择了先趴着不动 看看情况 要是那些狼对你冲过去 那他就是拼着死 也得给你救出来 这时候啊 最诡异的一幕出现了 你爷爷跟你说了昨天晚上的事情 你却完全不知道 而且自己听了之后 也吓了一跳 所以没办法 你爷爷才借口说你中病 赶紧就给你送回去了 后来 你家里人怕你在乱跑 就搬到了楼房里 每天晚上把门反锁了 钥匙再拔掉 这样才让你慢慢恢复了 变成了一个正常人 听小舅这么一说 我也吓了一跳 没想到我小时候竟然那么勇敢 可是小舅却又说了一句 后来 你成年之后 也有几次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你突然从床上起来 然后走出去 像是变成了 另外一个人 小舅这么一说 我终于明白了 瞎子当时的犹豫 当年他看到了我 像是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一定是非常惊讶 甚至恐惧的 但是那么多年来 他非但一直保持着这个秘密 还一直小心翼翼的照顾着我 确实是一个最好的兄弟了 我赶紧问小舅 有没有看到瞎子 小舅摇了摇头 说他来到这里之后 就看到了我 又安慰我 说没事的 这里也没多大 瞎子听见声音之后 就会过来找我们了 我点点头继续往里走 小龙还是那样活泼的 跟在我身后 只要有危险 他就会提前事情 所以也不用太担心 看了看前方 雾气已经渐渐散开了 露出了一座古老的城池 城池很古老 巨大的城墙已经疯化 黑色的石板也磨损得厉害 看起来历经沧桑 不知道有多少年了 我忍不住问小舅 大家都说这是最后一次了 他来这里究竟是为了什么 这里是一切的起点 所以大家都会来这里 做一个了结 了结 了结什么呀 小舅有些感慨的说 所有的一切 新人类 蒙约 还有九大家族 都会在这里做一个了结 为什么会是这儿啊 还记得当时我说的话吧 人类用巫术 将动物和人做了嫁接 才出现了新人类 其实当时 并不能算是巫术 而是人类找到了一个地方 那地方 就可以把人类和动物 做嫁接 那个地方 就是这里 是的 这里就像是一个魔盒 它引诱着人类的贪欲 最后形成了这样的情况 虽然我们不知道 为什么这里可以实现那种嫁接 不过既然它能实现 它应该就能解除它 所以我们这次来 就是要做一个最重的了断 他这么说 语气中有些悲壮 更多的则是感慨 回想起他这一生 从小就被人追杀 后来被香港人收养 后来又去北京做猎场 甚至不能和自己的亲外甥相认 这一切的一切 原来就源自于这里 现在终于要解脱了 恐怕他心里 也是感慨万千 看着周围兴高采烈的猎人们 我也有些疑惑 牺牲这些人到底值不值得呢 小舅却淡淡的说 这些人并不是真正的猎人 他们多多少少也会和新人类有些关系 所以才吸收他们去猎场 带他们来这里净化一下 我点了点头 所有的疑问差不多都解释了 我也没什么好说的 最后我又问了小舅一个问题 三十年前 他在沙龙岭到底看到了什么 为什么其他人要追杀他 连身为九大家族的老爷都救不了他 小舅明显愣了一下 三十年前 并不是九大家族要去沙龙岭 是军装派违反了协定 威胁你老爷带他们去的 从他们要求带我去 你就能看出来 他们是用我作为威胁 他们去的是哪的沙龙岭啊 还有你说的那个老知青 又是怎么回事啊 那个老知青是骗你的 其实当时去的时候 还有一个人就是冠东老爷 他当年确实也是一个老知青 我们那次去的地方很奇怪 在大兴岸岭深处 像是一个洞穴 一直通到地下深处 到处都是骨头 很危险 等我们到了哪儿 就剩不下几个人了 后来我才知道 那里住着一个人 人 那是什么人啊 后来我也跟你老爷 还有关东老爷提过这件事情 他们也都不了解那个人的身份 不过你也知道 我们九大家族 总有一些奇怪的协定要遵守 其中协定之一 就是每隔多少年 就要去那里一次 听从那个人的指示 那个人的指示 有时候很简单 有时候却很奇怪 那一次的指示 就非常的奇怪 是什么指示啊 小舅的脸上浮出了一个奇怪的笑容 那次的指示是 新人类将会出现在 骨架后人的身上 我一下子愣住了 不知道要说什么了 小舅也笑了 我知道你是什么意思 以为是你对吧 你可别忘了 那时候可是三十年前 我才多大呀 那时候还没你呢 所以他们都一致认定 那个人 一定是我 我这才松了一口气 然后 你就跑了 小舅感慨道 哪那么容易啊 按照当时的规矩 军装派 会毫无理由的清楚 任何一个有可能 威胁到人类生存的人 不管他是什么身份 既然那个人说是我 那他们一定要清楚 这个是不容商量的 哎 然后 你老爷和关东老爷 就把他们全都给干掉了 我大笑的 干得好 还不止这些呢 他们两个联手 干掉了那些军装派之后 还觉得不保险 想着只要这个该死的人还在 那他肯定还会和其他人说 所以干脆 一不做二不休 他们 就把那个预言人也给干掉了 啊 他们可真猛啊 他们确实猛 可是 还是奇差一招 你忘了 那个人是什么身份 他可是做预言的 什么事情算不到 他已经提前算出来了他的死期 所以提前把消息 塞在了信哥的身上 把消息发了出去 我叹息着 没想到这事情还真难办 事情做都做了 也没办法了 当时你老爷仔细搜了搜那个洞穴 发现了那个地图 就让关东老爷 用刀刺在了他背上 然后带着地图回去了 然后 关东老爷把我带走 在路上遇到了那个香港老板 就把我送给了他 好在当年 你也是知道的 兵荒马乱 九大家族都自顾不暇 大家关系也都不错 所以差不多就得了 大家开了会 吵了架 骂了娘 反正人跑都跑了 也只能这样了 只当我死了 不能再出现 不然就要立刻被清楚 那么多年来 我一直想回去 但是回不去 新人类的事情不解决 我永远也不能用自己的身份生活 也没办法回家见你老爷 见你姥姥 所以这么多年来 我一直在寻找新人类的秘密 想把它彻底给废除了 这件事情看起来是不可能完成的 但是 也是巧了 这几十年来 中国一直出问题 结果 就把新人类 给逼出来了 新人类 和中国出问题 有什么关系啊 你别忘了 新人类在封印之前 和人类有一个协议 如果有一天 中华民族 面临着生死村王的大问题 他们还会挺身而出 带领动物们 拯救中国 我想了想说 大兴安岭的狼群 是对付了日本人 难怪当时我们在郎城 看到那么多日本人的尸体 都说苏联人 一个星期就拿下了 三十万日本 最精锐的关东军 其实啊 那些狼也帮了大忙了 日本人修建的军事工事 都在地下 早就被狼群 给打通了 那藏北英坟 就是拖住英国人了 没错 当时英军妄图侵略西藏 就解除了英粉的封印 用巨鹰拖死了英军 最后让他们撤出了西藏 蓝仓蛇窟就不用说了 当年要不是老蛇王 开辟出了胡志明小道 中国云南 广西等地 就危险了 我使劲的点了点头 这些新人类 还真是帮了大忙 是啊 按照我们的协定 新人类只要帮助了动物 就可以恢复自由 只要不破坏人类世界的平衡 我们就默认他们的身份 不会去打脚他们 确实应该这样啊 我点了点头 我点了点头又问他 一共只有这三个封印地吗 小舅摇了摇头 还有一个 最后一个 是哪啊 就是这里 海南 南海 我明白了 南海虽然一直有争端 但是总归只是摩擦 没有上升到民族战争 所以还不至于动用新人类 我又问小舅 那南海封印的动物 又是什么呀 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 小舅的表情有些尴尬 啊 封印地没有开启之前 谁也不知道 里边埋的是什么 不过 可以猜测一下 封印的动物有这几个 狼 这个是丛林里的 鹰 这是天上飞的 蛇 这是沼泽雨林里的 最后一个 当然就是水里的了 我脑子也飞快地转着 水里的 水里又是什么呀 小舅目光古怪地 盯着小龙看了一眼 吞吞吐吐地说 其实 我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 我还以为封印的就是他呢 你是说小龙啊 这还真有可能 龙是水族之王吗 所以我当时急着问他 他是从哪来的吗 不过听你的描述 那里并不像是一个封印地 更像是一个设计好的陷阱 嗯 那里确实是一个陷阱 当时我们出来的时候 就遇到了一对铁甲人 他们好像就是要捉小龙的 不过 被一个白衣人给救了 那个白衣人又是什么人啊 在藏北英坟 也有这么一个人 看着像古人一样 小舅笑了 他们 还真有可能是古人 古人 他们能活那么久吗 这怎么就不能了 你可别忘了 他们可是新人类 而且是新人类中 进化最好的几个人 他们到底有什么本事 谁也不知道 说不准 就可以永远进化 永远不死呢 那些白衣人 又是做什么的呢 小舅也搞不懂 随口就说 他们应该是保护封印帝的吧 这些古人的事情 都搞不大度 一个个都神神道道的 不像是正常人 当年在藏北英坟 那个白衣人叫巨英 接我过去 像是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呀 那他对你说了什么呀 他还没来得及说什么 就被我给杀掉了 小舅大笑起来 还真没看出来 你还有这个本事 我一直以为 那个人 是被山霄给杀掉的 鬼藏人 第三百九十集 我结结巴巴的说 当时情况太危急了 我也没想那么多 就就就 就上去一刀给他杀了 小舅拍拍我的肩膀说 小七 你要记住 这些都是小事 不用管他 我有些不明白 不都是说生死为大吗 都死人了 还算是小事啊 生死为大 那说的是家人朋友 你和他非亲非故 况且他还不一定 是不是人 有什么好担心的呀 想想也是 按照小舅的说法 那个白衣人搞不好 就是一个进化 比较完善的新人类 这种类似基因人的生物 还真不好说 是不是人 这样想想 我的负罪感就少了许多 但是还是忍不住想起 白衣人临死前的那句话 让我有些感慨 我们继续往前走 出乎我们的意料 这一路上 我们竟然没有遇到过任何危险 越到古城深处 那雾气就越稀薄 能看到雾气中黑影闪动 明显藏着许多生物 但是似乎很惧怕我们 并没有出来攻击我们 小舅非常的谨慎 开始那几只城门外的古怪生物 已经让它损失掉了几个兄弟 这城里那么多古怪生物 谁能保证不会突然跳出来 或者说这些只是在步一阵呢 大家聚集在一起背靠着背 枪口朝外小心翼翼的往前走 广场里我们也开始看到了一些古怪的建筑 以及大大小小的铁树 是真真正正的铁树 我专门用手摸了摸 那树干树枝树叶 全都是用生铁搭造的 或者说是直接用铁枝胶筑成的 敲起来砰砰的响 这些铁树上没有挂着尸体 也没有隐藏着古怪生物 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 除此之外 广场上还出现了许多小亭子小椅子 也和铁树一样 是用生铁打造的 冰冷冰冷的 看起来十分的古怪 在远处 一些小兽蹲在地上好奇的看着我们 有时候交头接耳窃窃私语 见我们走近了 就迅速走开 藏到了雾气里 等我们走过之后 再聚集在一起 对着我们指指点点的 气氛越来越压抑了 这里像是一座死城 又像是一座由动物统治的死人之城 我也发现 原本很干净的黑色石板上 也开始出现了一些散落的骨头 有的比较大 有的比较小 也看不出来到底是什么生物的骨骼 那地上的骨头越来越多 走到最后 那碎骨头茶子竟然组成了一个巨大的骨头沙滩 走一步就要陷进去 小舅让大家都小心点 不要踩这些骨头茶子 要小心翼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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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翼� 紧接着他被人架住 脱掉鞋一看 一块黑色的骨头茬子 扎进了脚底板 半个脚底板已经发黑了 队一小声地说 有毒啊 大家的脸色顿时变了 才明白为何小秀要让他们汤水一样过去 原来这些看起来不起眼的骨头茬子竟然那么毒 小秀点点头说 赶紧给他处理一下 这里不能救流 队一迅速用刀子把伤口划开 就看见一股浓血喷射了出来 接着是用刀子挖掉烂肉 上了军用的云南白药 给他的伤口包扎了一下 那毒血喷射在附近的地上 立刻有几匹小兽从浓雾中冲了出来 抢着铁石 没几下就铁石的干干净净的 接着瞪眼 血红色的眼睛 死死的盯着那个受伤了的人 那小兽差不多有猫二大小 浑身长着长长的白毛 两只眼睛却是血红血红的 看起来像是几只大号的白毛红眼耗子 有人小声说 自豪 感情这些兔崽子不爱吃活肉 只爱吃臭肉 小舅低声说了一句 一人一只 以枪毙命 话音刚落 队里边就响了几枪 枪法很准 郑重没心 从后脑贯穿出去 那几只小兽连哼都没哼一声 立刻倒在地上死掉了 诡异的是 那几匹小兽死掉之后 几乎在一瞬间 尸体就迅速腐烂掉了 化成了一滩恶臭的黑水 那黑水很快又吸引了别的什么生物 浓雾中一阵稀稀碎碎的响声 像是有什么生物 正在迅速的靠近 小舅脸上骤然变色 说了一声 快走 领头的往前走去 大家快步跟上 就听见后边传来争抢的声音 听阵势还不小 没走几步 就有怪物跟了上来 这次不需要小舅指挥 就有人连续放枪 击毙掉了几头怪物 其余的怪物又开始争抢食物 步子又慢了下来 大家再往前走了几步 那些怪物吃掉尸体之后 又像牛皮糖一样跟了过来 这时候 那个脚受伤的兄弟主动要求留下来 他说自己的脚实在是太疼了 也不愿意再往前走了 还不如就留下来 干他娘子 让大家多给他留一些子弹 再留一个雷管最好 他就是最后死 也不能便宜了这帮王八蛋 小舅无论如何也不同意 那兄弟就脱下鞋来给小舅看 大家才发现 他的伤口已经迅速蔓延了 半条腿全都变成了黑死 雪白的纱布 往外甚至腥臭的黑血 根本就没办法医治了 小舅的眼圈红了 让人给他尽可能多留下子弹 再给了他一个可以触发的雷管 然后拍拍他的肩膀 带着大家 头也不回的走了 很快那边就传来噼里啪啦的枪声 以及那个家伙的吼叫声 又过了一会儿 枪声渐渐稀少了 接着传来一个汉子撕心裂肺的吼叫声 东家 俺不后悔 下辈子 俺还跟你打烈 说完就听见轰隆一声巨响 整个古城的地面都晃了几下 接着周围又恢复了平静 小舅的身子抖了几下 几乎要栽倒 他稳了稳身心说 走 别让这个兄弟白死 大家点点头 继续往前走 眼圈都红了 我也有些感慨 从前 瞎子跟我说过 小舅当年招他进猎场的事情 当真是李贤下士 三顾茅庐 瞎子其实还好 他就光棍一个 自己过舒坦了 啥也不用了 其他有家有室的猎人 小舅都照顾得很好 如果有猎人殉职 家人除了能拿到一大笔抚恤金 家里有孩子的 孩子还能继续领到父亲的工资 可以一直领到18岁 世卫知己者死 所以猎人们毫不畏死 早就把命卖给小舅了 接下来 我们又连续遭遇了几活 怪物的袭击 这次的怪物 是从天上袭击的我们 大家只顾防着身边 没顾得上头上 结果当时就有几个兄弟着了当 脑门上被凿穿了几个血窟窿 脑浆都流出来了 和刚才一样 一个受重伤的兄弟 自愿走出来殿后 让我们继续往前走 他在打光了子弹之后 也选择了与怪物 同归于尽 这次的兄弟死前没有说话 而是拼尽全力 唱了一首歌 竟然是山西民歌 走西口 在这个悲壮的时候 唱一首情歌 显得有些不伦不类 但是我们的眼泪 却都流了下来 前方的路越来越难走了 基本上走不了多远 就会留下来几个人 不过我们身边的人 并没有退缩 反而怀着一种乐观的精神 从容赴死 那个跟我说了好多话的猎人 是最后一个留下来的 他并没有受伤 但是周围已经剩不下几个人了 走之前 他拍了拍我的肩膀 说了一声 小七爷 我们只能送你到这了 前面的路 就靠你陪着咱们东家了 我的眼泪一下子流了下来 抓着他的胳膊 不让他留下 你不是说了 这是最后一次了吗 你还得去里边抢了金砖 带回家养老呢 那人呵呵地笑了 笑得一脸泪水 他点了最后一支烟 狠狠地吸了一口 小七爷 我为老三临死前 能有这句话 也就知足了 其实我们来的时候都知道 这次肯定是回不去了 不过没啥 东家实心地对我们好 我们也实心对他好 我们一个臭打猎的 跟着东家那么多年 酒也喝够了 肉也吃足了 娘们也睡变了 连锅都出了 够本了 咱们呀 别的也没啥 就剩下这条命了 就把这条命给他了 说完 他两手各持一枪 叼着眼瞇着眼 连发几枪 吸引了几头怪物 然后奋不顾身地冲了过去 最后头也不回地 朝我喊了一句 东家 一路走好 接着 剩下的几个人 也相互对视了一眼 一起嚎叫着 冲向了怪物群 都叫着 东家一路走好 他们疯狂地喊着 引爆了随身带着的雷管 那巨大的声响 震腾了我的耳末 嗡嗡作响 在巨像当中 我仿佛听到了 那几十个满汉子 一起大声地喊着 东家 一路走好 寒风烈烈 周围混合着鲜血和硝烟的惨烈味道 我站在那 看着那些毅然赴死的人 拼命地哭喊着 想要跑回去 小舅在后面紧紧地拽着我 他的手心捏得紧紧地 眼睛里含着泪水 拖着我往前走 走了没几步 他才松开我 抬着头看着前方 用一种平静而古怪的声音 说了一句 小七 我们终于到了 抬起头来 就看见前边有一个巨大的白色祭坛 祭坛很高 像是一座小塔 塔下有一座斜斜的石梯 一直通往祭坛上 我们刚往祭坛上走 那祭坛旁边突然窜出来几头小兽 浑身血红色 虎视眈眈的盯着我们 这时候 早就在一旁躁动不安的小龙 瞬间就扑了上去 很快就干翻了几个 将它们撕烂成了几块 变成了一滩臭血 我开始还有些担心 后来发现 他丝毫不怕那些腐烂的黑水 只是做了一个嫌弃的表情 似乎是嫌那臭东西沾了自己一身 非常的恼火 接着他像一头小老虎一样 蹲在了地上 牢牢守住了祭坛的入口处 还给我挥了挥手 向我保证绝对不会让其他人上来 我的泪水模糊了眼睛 不敢再耽搁 带着小舅舅往前冲 这些时间是他们一个个用人命换来的 现在并不是感情用事的时候 但是小龙终究还是太小了 很快 那浓雾里又钻出来一个又一个的怪物 那些怪物像是发疯了一般 成群结队的冲着我们扑了过来 一下子就把小龙给撞翻了 压在了底下 接着拼命的往祭坛上冲 小舅拍拍我的肩膀 小七 你上去吧 我在这边顶一下 他转过身来掏出了两把枪 用胸口堵住了前往祭坛的道路 抬起头看看 那祭坛差不多还有五六十米高 数百条时间 时间根本就不够用 我索性也停下身来 对小舅说 小舅 时间不够了 我们还是一起和他们拼了吧 话音刚落 就听见下边传来一阵机枪的轰鸣声 那机枪的威力很大 瞬间就撂翻了一群怪物 接着将那对拥挤在祭坛入口的怪物 轰成了肉泥 我们两个一起 抬起头一看 就发现下边一个人 用肩膀架着一挺机枪 仿佛战神一般朝着周围轰炸着 那个人赫然就是我一直熟悉的瞎子 在后边帮他举着子弹匣的 竟然是白朗 瞎子朝我咧嘴一笑说 不好意思 来晚了 白朗还是那种无所谓的表情 只是对我们翘起了大拇指 示意我们继续往前走 接着又是一阵枪声 在农物中又走出来几个人 分别是坦老 井老 小马 鸡小勉 老孔 还有一些我不认识的老人 在这些人里面 我竟然见到了老爷 他也朝我竖起了一个拇指 示意我继续往前走 我就站在石阶上 愣愣的看着他们 这些人是来给我送刑的吗 这些人 原来他们都知道我的秘密 却都一直在瞒着我 我看见鸡小勉在下边一动也不动 只是定定的看着我 默默的流泪 我也看见老爷一脸的感慨 脸上的皱纹非常的明显 再不像是我童年记忆中 那个一身戾气的老猎人 我更看见了瞎子和白朗浑身是血 身上的纱布全都被血染红了 但是一脸的笑容 拼命的给我挥手 让我们继续往前走 小舅 最后拍了拍我的肩膀 用嘶哑的嗓音对我说 小七 我们只能送你到这儿了 最后的路 只能你自己继续走 然后他的眼泪终于忍不住掉了下来 声音哽咽地说 别让我们失望 我们就在下边等你 小免 他也一直等着你 这时候 一个人分开了人群 缓缓地走了上来 最后一声 我陪你走 在他走过小舅的一瞬间 小舅低声说了一句话 如果 能不能不杀他 山肖愣了愣 什么也没说 继续往前走 凛冽的寒风吹过 祭坛上雾气弥漫 我的心里充满了各种感情 有感动 有悲愤 也有失望 这些感情激荡着我的胸怀 最后汇聚成了一股力量 让我什么也不想说 只是麻木地往前走 山肖手中倒提着一把长刀 像是他最开始拿的那把日本武士刀 后来我才知道 这其实是一把著名的唐刀 默默地跟在我的身后 据说人在临死之前 时间会在意识中变慢 他一生的回忆 都会在那一瞬间 像过电影一般重新的播放一遍 让人在最后一瞬间顿悟 终于大彻大悟 理解到生命的意义 在当时 我一步一步的走在石阶上 没走过一步 我就仿佛苍老了一岁 这一辈子经历的所有往事 也都在我的脑海里浮现出来 让我几乎不堪重负 累得几乎直不起身来 就这样 我仿佛背负着千斤巨石 终于走到了祭坛的最上面 在最后一隔时间 山霄也停了下来 我只能陪你到这儿了 希望 待会儿走下来的那个人 还是你 在开始的时候 我对祭坛上最上面的东西 有过许多种幻想 那上面 有可能是一个罗刹鬼 有可能 是一个巨大的血迹池 甚至有可能是一条活着的巨龙 但是我却怎么也想不到 那上面竟然是光秃秃的 什么也没有 只有一把巨大的椅子 椅子上坐着一个活生生的人 看到这个人 我不由得发抖了 这个人 他竟然长得和我一模一样 这是另外一个我 那个人穿着一身古朴的白袍子 坐在那个大的惊人的椅子上 拖着腮 饶有兴趣的看着我 然后缓缓的开口 你就是小七 我没有说话 只是定定的看着他 他的手指缓缓的敲打在椅子上 有些自嘲的说了一句 没想到 这个世界上的我 竟然是这个样子 我问他 你是谁 我就是你 那我又是谁 你就是我 我就是你 我们两个人 本来就是一体的 接下来 他给我 讲了一个长长的故事 鬼藏人 第三百九十一集 他说 在很久很久以前 罪恶的人类寻找到了传说中的罗刹地狱 并在罗刹地狱的祭坛中许下了心愿 希望能用人类卑贱的鲜血和动物的鲜血融合 创造出一种拯救世界的新人类 他们的实验成功了 有一种凌驾于所有物种之上的新人类产生了 他带领着人类 打败了动物军团 并拯救了世界 接着 卑贱的人类却生怕新人类会奴役他们 于是与卑贱的动物合谋 开始大规模的屠杀新人类 后来新人类的八个首领主动站出来 和人类当时的九大家族会谈 说如果你们惧怕我们的力量 可以将我们囚禁起来 如果有一天中华民族遭受到了灭顶之灾 我们愿意再次挺身而出 带领动物帮助人类 但是在我们帮助了人类之后 你们必须要释放掉我们 于是那八个首领被封印在了中国四个地方 分别是阴山狼城 藏北英坟 滥仓蛇窟 南海龙须 可是 在这八个首领当中 有一个进化最完善 智商最高的人 却认为 人类 背叛了他们 他发誓一定要报复人类 他在八个首领当中排行第七 被称为小七 说到这里 他转过头来看着我 是的 小七 这其实就是你名字的由来 虽然你已经忘掉了一切 但是 最骨子里的东西 还是忘不掉的 接着他继续说 那些卑贱的人类 当然惧怕被他们谋害的新人类会反扑 于是纠结了精锐力量 组建了一个审判机构 秘密监视新人类的动向 就是我所说的军装派 那个军装派当然是愚蠢至极 根本无法对我们这种精锐 产生任何杀伤 当然了 后来那些愚蠢的人类 也发现了这个致命的问题 于是又按照新人类的培养办法 制作出了一些杀戮机器 叫做终结者 这些人的身体素质和智商都和新人类差不多 甚至还要更高一些 他们平时被封印在雪山冰层里 一旦发现新人类头领出来 就会被放出来 对新人类首领进行诛杀 不死不休 他说 我嘛 对于那些愚蠢的军装派 丝毫不怕 但是对于终结者嘛 还是有一些敬佩的 那些杀戮工具 客观来说 确实非常强大 事实上你也看到了 在进入殷山狼城 蓝仓蛇库之后 你并没有看到相关首领 就是因为这些首领在千百年来 岁月变迁之中 想要逃离封印地 都被那个万恶的九大家族 揭开了终结者的封印 被迫和终结者同归于尽了 我心里咯噔一声 终于明白 那个在藏北英坟里白衣少年的身份了 原来他就是藏北英坟的首领 难怪当时那头巨英对他那么眷恋 那个人继续说 也因为这个原因 在八大首领中进化最先进 能力最强的小七 一直没有解除掉封印 因为在大雪山里 有一个最强大的终结者 一直在等待着他 哼 所以我呢 也就一直孤零零一个人 坐在这把椅子上 等待着机会 我等待了许多年 寻找他们的破绽 终于 发现了他们的破绽 我发现 只要不把自己所有的能量全部归一 他们就发现不了我的真实身份 还有就是 经历了那么多年的变化 九大家族的人心 并不像以前那么齐全了 所以只需要我做一些准备 就可以打败他们了 说到这里 他显得非常的兴奋 于是我开始做了一系列的安排 我先把自己的能量一分为四 分别放在阴山廊城 滥藏蛇窟 藏北阴魂 南海龙墟里 然后又把自己的灵魂出窍 将自己一个分身 夺射掉九大家族中的一个后人 真身回到罗刹城的祭坛上 一直等待着 当然了 我偶尔也会附身到你的身上 熟悉你的身体 并召集一些旧部 让他们对你产生认同感 省得等我回归的之后 均临天下时太过麻烦 小七 你看 我终于等来了你 我的分身 你是不是已经把所有能量全都拿到了 快给我看看 听完他的话 我也笑了 笑得分外的凄凉 笑得无比的心酸 原来如此 经过他的讲述 我终于把所有的事情全都穿了起来 所有的一切 根源 原来都在这里 也可以说 所有的事情都是我一手造成的 原来所有的幕后支持者竟然是我自己 我仰天大笑 笑得无可抑制 笑得忍不住 蹲下身去 笑得眼泪 哗哗的流淌了出来 那个我终于察觉到什么不对劲的了 他一直以来 自信满满的声音也终于有了一丝慌张 问我 你笑什么 我抬起头来 冷冷的看着他 我笑你筹备了那么久 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我笑你虽然看不起人类 一口一个卑贱的人类 其实根本不懂人性 他冷哼一声 倔强的说 哼 人性 人性有什么 我需要的是权力 均临天下一统九州 这才是我最想要的 我冷冷的说了一句 你疯了 你很可怜 说完我转身就走 就听见他阴森森的说了一句 小七 你以为我处心积虑筹备了那么多年 会不在你身上做一些手脚吗 你忘了 你小的时候经常一个人走出去的事情了 你忘了 你有时候会穿着一身白衣服 血淋淋的回来了 我笑了 笑得分外的凄凉 我早就知道你在我身上做了手脚 这个我没有办法 不过 我早就想好了对付你的办法 那就是 毁掉我自己 说完我拿起刀子没有丝毫犹豫 就朝着自己的胸膛狠狠插了过去 在那一瞬间 我听见那个小七气急败坏的惨叫 就感觉到一个阴冷的灵魂 瞬间冲到了我脑海里 争夺我身体的控制权 朦胧之中 我看到山霄提着那把糖刀冲了上来 接着周围仿佛什么东西一下子炸了 那只巨大的罗刹鬼瞬间就出现在祭坛旁 瞎子开动了机枪 朝着他拼命打着 所有人都迎着他冲了上去 接着 时间过得很快 我就感觉周围一切都乱糟糟的 周围很冷 我觉得生命正在一点点的流逝 瞎子和姬小缅抱着我 跪在地上大哭 老爷轻轻抚摸着我的头 小九把所有的炸药都倒在了祭坛上 最后 我就感觉自己被人背着往外走 接着就听见后边传来一声巨响 巨大的气流将我狠狠抛了出去 我彻底 昏了过去 二十年之后 我在大兴安岭深处的一间小木屋里 再次给我儿子 讲了这个鬼藏人的故事 把他听得一愣一愣的 感慨着 原来他爹不光会种蘑菇 还是个作家 而且是个科幻小说作家 我哈哈大笑 在他屁股上拍打了几下 让他滚蛋吧 去一边玩泥巴去吧 旁边姬小勉微笑的看着我 让我赶紧穿上衣服 瞎子夫妻俩就要来了 我却不以为意 说他们夫妻俩就住在旁边 一天至少要见八次面 还有啥好准备的 对了 瞎子这个王八蛋 他当年信誓旦旦的跟我说 他对小马的妹妹 只有亲切的兄妹之爱 却从南海和小马见面之后 就很不要脸的对娟子发起了热烈的追求 在他大学毕业之后迅速结了婚 然后带着他来了大兴安岭种蘑菇 瞎子穷的叮当响 他赢取娟子的嫁妆 还是我给他拿的 就是那个北京的猎场 我作为彩礼送给了小马 小马比较有经济头脑 据说经营的还不错 那些受伤的猎人 以及一些猎人后人 也都养在了猎场里 算是解决了小舅的一块心病 顺带说一下 我和瞎子结婚时的伴郎 都是山肖 没办法 从南海回来 大家都迅速结婚了 光棍汉不好找 只能找他来凑数 他现在的性格 也渐渐好了起来 虽然还是不爱说话 不过很喜欢和孩子玩 所以一直充当 我们的免费保姆 没错 经历了南海 最后一次历险之后 大家全都身心疲惫 全都选择了退业 小舅把钱财散尽 全都贴补了 那些死去的猎人家属 然后带着我姥爷 姥姥 去了成都 在那买了一个别墅 金盆洗手 从此不问江湖事 乐呵呵的生活在了一起 顺带说一下 他也结婚了 结婚的对象 就是那个拉萨的美女店主 至于当年去拉萨的那个人 究竟是不是他 他倒聊也没承认 但是最后 却一个人悄悄去了西藏 把他给接了回来 两个人火速结了婚 现在孩子都七八岁了 我深刻的怀疑 当年的人肯定就是他 他秘密去了大雪山下 找到了山霄 并把他腐蚀掉 成为了自己人 在最后一刻 山霄并没有按照指令 将我和那个小七一起杀死 而是选择了等待 并在最后一刻 帮我斩杀掉了那个小七 让我终于 变回了原来的我 小舅 为了彻底终结掉这一切 生怕再有人前来罗刹城 再次创造出来新人类 在最后报复性的 将祭坛下堆了数百枚雷管 最后把它引爆 将鬼魅的罗刹城 彻底炸毁了 结果 谁也没想到 这次爆炸引发了剧烈海啸 导致了虎视眈眈 想要侵占我国南海的印尼 菲律宾等国损失惨重 也算是了结了南海龙须的使命 帮助中国保住了南海 也算是冥冥之中自有命运 既然四大封印地全都解封 当年的新人类也全都死掉的死掉 失踪的失踪 那当初人类和新人类的盟约 也就彻底结束了 姬小勉从郎城接回了他姥姥 小和尚从滥仓蛇窟 接回了井老 他们偶尔还愿意去郎城蛇窟 看看老朋友 过着平静的生活 我呢 偶尔也带着姬小勉去三亚度个假 顺带着看看小龙他们 小龙现在已经长大了 成为了一条威风凛凛的小帅龙 不过还像小时候一样的调皮 每次看见我都要扑倒我 然后用他那条肥大的舌头给我洗脸 有时候想想人生就是这样 你永远不知道 自己将来会过什么样的生活 所以要对人生充满希望 还有千万记得 天黑莫上山 夜半鬼藏人 OK 大家好 我是张瑜 那么我们的鬼藏人经过漫长的一段时间 终于给大家播讲完毕了 期间有无数的人问过 鬼藏人怎么还不更新 为什么还不更 好了 现在终于鬼藏人结束了 也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 尤其是感谢在YY上的听友们 那些给我刷礼物的人们 让我能够一直一直的把这个故事给大家讲完 也非常感谢大家 那么喜马拉雅上的听众 如果想看章鱼直播讲故事的话 可以拿电脑或者是手机下载一款软件 叫做YY语音软件 那么你们可以来到房间ID21781 每天上午10点 晚上21点 给大家直播讲故事 另外在这里也非常感谢本书的作者 一只鱼的传说 鱼书 也是非常感谢 他能给我这本书的授权 让我能够非常荣幸的播讲这本小说 那么大家如果听着这本小说非常爽 非常好的话 大家也可以去书店去购买正版图书 支持一下余书 好的就说这么多了 大家晚安